今天區議會是警務處長鄧炳強第一次去到各區區議會的第一站會跟區議員見面 比較特別的是鄧炳強說希望去那麼多區議區議會 中西區第一站 荃灣區會是他第二站 1月22號 因應住一哥來 警方都是非常嚴鎮以待 中區警區指揮官鄭令陽 和西區警區指揮官王淑珍都會出席 另外一些比較前線的指揮人形 例如這位的督察大家都在很多場合見過 都在現場 可能到會 待會議員有一些提問 就是會協助一下警方給一些資料 也肯定中西區議會的議員都是以民主派為多數 肯定會跟進有關警暴的問題 中西區議會合下的地區在過去七個月裡面發生衝突比較多 就是德庫道西 德庫道莊榮江落道西一帶 特地721 除了有元朗白衣人的襲擊之外 其實在當日較早時間 警方在西區有非常強力的驅塞行動 用了很多催淚彈 等等 警方都會就這些問題作出一些提問 那當然啦 當警務處者說他準備去西門一區區議會的時候 他都知道 十八區區議會裡面十七區都是民主派提過半數 不肯定不同的區議會都分別成立到一些保安及政制的 或是否會跟進警方的使用沒有的問題 那也都以 因為中西區議會為例 就是其實在警務處長和議員會面後的一小時的時間之後 是會處理兩個動議的 都是針對警方保育問題 所以說那個時間是很 你擺這個cool bag在哪啊 很吻合 有些區議員也都在網上掙扎一些市民或居民業的問題 可能會待就是 市民居民就是 問 一哥的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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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呢 見到就是 中西區區議會的主席 鄭麗琼呢 已經放了一張照片在他的前方 就在西灣網裡面 警長 咦 給我嗎 還有警長 警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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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槍擊 一名呢 是警方指他意圖搶槍的青年 那可以預見到呢 是 今天是會非常之熱烈 那也都 其實在這裏 香港政府大樓下面 底下呢 其實有很多市民聚集 包括他們支持警察的啦 他們在 香港政府大樓的出口 還有在我們現在所在這裏 第十四樓的大堂 都是 在這裏呢 就是 就是有些的 聚集啦 因為他們不是示威的 他們是支持警隊的 那所以呢 就 很有趣 這個時候呢 那同一個時間呢 亦都在香港政府大樓 近這個的 港學部 那邊的出口呢 都見到有很多的是 支持警察的市民聚集了 也都見到呢 就有一些的居民啦 有些市民啦 入了來現場 都拿著些止暴祭亂的台 那可以 可以 遇見到呢 今天都議會呢 是很激烈的啦 那大家比較可能少見啦 除了這位 左邊的主 我們營光幕左邊 是民主黨啊 中西區區議會的主席就是 李奇 剛才外啦 那旁邊就是議會的秘書啦 對市呢就是中西區民聖村越樓 是 各位 各位市民 各位傳媒 各位議員 各位報告的黨員 中西區區議會第二次 現在準備開會 我們繼續交換 現在兩點正 就開始啦 我們出席的議員 是夠了法定人數的啦 那多謝各位嘉賓 出席中西區區議會的第二次 由於 事次會議的議題更多 為了有效進行討論 建議每位議員每次發言 限時兩分鐘 應該秘書處是有一個 是不是丁丁的安排 是不是 有個鐘會提醒大家議員的啦 是有響鬧的安排 如果時間許可之下 先要開放各議員作第二輪的 跟進問題和意見 都邀請各位議員去合作 也都請議員留意 有需要時作出適當的利益申報 另外也想提提與會者 與會者 即是今日旁聽的市民 根據會議常規第六 括弧五條 所有議會討論的議程 一定不能跟區議會條例 第六十一條所規定的職務有所抵觸 主席也都會按會議常規要求確保 上述的規定 由於今日的與會的人士眾多 我剛才十二點已經見到樓下有排長龍了 主席是要求表示 今天在場人士眾多 為有效進行會議 我們的會議是非常之嚴肅和莊嚴 請與會者保持縮靜 倘若有叫囂或場面混亂的情況 主席會作出勸諭 如兩次勸諭無效 情況繼續不受控制 影響會議的進行 或會要求引發混亂者離開 此外希望國與會者注意自己的用詞 切勿使用帶有人身攻擊或侮辱性的字眼 影響本區議會的形象 我亦都在此請求 今天進來這個十四樓會議室的朋友 我們有區議員 區議員本身是區議員證 亦都有記者朋友 記者朋友相信都拿了我們的採訪證 亦都有議員助理 議員助理都是拿了我們的區議員助理證 亦都有今天列席或者叫旁聽的朋友 我相信你拿了一個旁聽的證件 請大家把證件可以的話帶到身上 或者我們區議會的同事 另外我見到很多朋友 我不知道是不是警務人員 假若是的請你把你那個警員的牌掛出來 讓我們知識你是便衣還是警務人員 因為剛才有議會同事跟我投訴的了已經 不知道什麼人在看著我 我都很害怕 請有便衣 我不知道便衣能不能戴得過證 請有便衣朋友 或者在籍有警務人員 請你都掛上個牌 我相信每個警務人員都會有個牌 講明他是什麼東西的身份 就算剛才警民關係早打給我 他都講到明我是警員 多少號請你出來十四樓接信 我都接了信了剛剛已經 如果可以的請警務署的朋友合作 我知道今天警務署長來你們會很緊張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這個會是和平有理性非暴力 亦都是嚴肅災熱的 警員都沒有回到他的話 又不是靜下 亦都沒有回到一些識別的身份的 若果你做不到的請你現在離開 好不好 好了議程接著下去 議程接著下去 nor 只會是否想問 剛才我之前才看到旅委 是指揮官 指揮官是在 It's 日 가운데 麻煩您是指揮官 請他以身作則 應該出事祟的委任證 剛才主席已要求 有任何的警務人員 如果他不是軍裝的 請他出事委任證 我想指揮 旳請她離開 指揮官請誠證 因為我不知道人去是警務人員 如果你是指揮官 你要承擔这个责任 如果这些警务人员 便装的在我们会议室 而不出示委任证 又在的 我要由你作为指揮官的负责 究竟有没有 警务人员是没有委任证 而在现场是便装的 如果没有就请他离开 可不可以警务的人员 请你出示委任证先 你是指揮官 我不认识你 麻烦你介绍 麻烦你 叫你的同事出示委任证 因为我们刚才有同事跟我说 走过已经被人打肩膊 那是女士来的 是我的同事来的 我要保护他们 出示委任证先 好像这位 长官还是长官 你告诉我 你是出示委任证 个个好像都有 做法是最正当的 麻烦 麻烦 不可以 因为你是同听 现在这分钟 是吧 总不知 麻烦进来的 今天每个都是正的 我昨天和秘书讲得很清楚的了 就算我们议员在理 都是有个正的 请你假如是警察的朋友 请你出示委任证 没有委任证的 那你做旁听 不要紧 我给你做旁听 不要紧 你就去楼下排队做旁听 麻烦 我要处理今天的秩序 主席请要求 这个在公众席上面 叫嚣的公众人士 是宿静 主席是会跟回刚才所说的 假若公众人士 请你拿委任证出来 不好意思 在职业主任 后面的全部都是警员 他们已经把委任证都拿出来 但是这位警员又还没拿出来 请问你这个警务署名 不关你帮我问清楚 这个是没拿委任证出来的 麻烦叫你同事拿完委任证 如果你是旁听的 去楼下排队 每个都有个正 有正者对不住 就会跟记者说得很清楚的了 就不能够进入这个会议实用了 我希望说这几句说话 但是主席就不会安排 现在的警察拿着 谢谢你 非常合作 Thank you sir 还有没有 拿完了没有 后面那一排 还有都尽 我见今天来旁听 有多数是老人家 如果可以的话 那些警察都别坐了 让老人家坐好不好 我们都别坐了 麻烦 OK 齊了没有 同事帮我手看看 麻烦 我们是一个team OK Thank you 好了 我希望今天的会议 我们预计开到晚上的11点之前 所以今天的会议 已经是非常涌长 希望大家合作 主席 因为会前秘书处告诉我 收到金乃威議員要求 作出口头声明的通知 根据中西区区议会上规 第26条 任何在区议会会议上作出声明与提问 不得与区议会的职务有所抵觸 根据中西区区议会会议上规第30条 议员如玉在会议上作出口头声明 需于会议举行前通知秘书作口头声明的时间不得超过5分钟 金义员你现在是否可以作出口头声明 谢谢 主席 多谢你让我表达今天我要讲这个声明 主席 今天是新一届区议会第二次的会议 也是正式讨论市民关心的社会的事件的开始 我希望借这个声明说明我今次回到新议会的一些期盼 早前我去到台湾看选举 看到817万由人民选出来的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在他当选的演说里面说 年轻人是台湾最美丽的风景 回来香港回望香港 由北京政府控制的傀儡 出卖港人的林郑政府 将年轻人看成为年轻就是罪 已经超过7000人被捕 很多都是年轻人 今届新的议会有很多年轻的议员当选 正正就是我们香港社会 就这个傀儡的林郑政府 漠视社会的诉求 漠视年轻人的诉求 最好的回应 在选举过程里面 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市民 跟我讲加油 也都有几名的市民 向我查询是否支持暴力 作为一个和理非 我的答案是非常清楚 我是反对暴力的 今天我想引述 我说到天天天说向暴力说不 企图洗脑 从来不去检视自身 正是暴力的根源 议会的暴力 制度的暴力 DQ的暴力 警察的暴力 宣传的暴力 宣传的口号 警队也要成立独立 独立调查委员会 全面调查反修例事件 不是林郑所说的 独立检讨委员会 不是检讨委员会 不要如目混注 是要调查612 721 831等等警方违法的行为 光復香港就是要 令香港回复自由 公义安全的香港 过去大半年 傀儡的林郑政府面对政治的问题 想用警察去解决 结果警察现在出现问题了 他今早就说 不接受有人形容过去7个月 香港有警暴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就是林郑的问题 现在令到事件更难解决 发展到今天 林郑政府日前宣布 用百亿的派档 十项的民生纾困 希望政治的问题 用派钱去解决 我引述经济学者关卓兆先生 所说的 用市民的钱 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做法相当无耻 我支持 输解民困的措施 但是完全 林郑这个傀儡政府 是没有回应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在这里的五大诉求 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源 主席最后 我早前已经提出了 改革议会从社区主导服务为先 和应该将市政城市规划 这两篇文章写了出来 只是希望抛砖引辱 引发讨论 在新一届的议会 在年轻人推动下 改革议会成为更贴地的议会 最后 我希望 除了在一些政治议题上面 当然我会履行我选拘承恶 会继续争取上环图书馆 改善交通环境等等的问题 希望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也都希望居民监督 我的工作 提供意见 多谢主席 多谢金议员的声明 今届议会 我们有14位泛民的朋友 被选入来我们的议会 我们都是因为选举的时候 提出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那我们今天的议会 也都是有很多个题目 是会讲到我们的 是区里面的 因为反修例行动而引致的 很多的问题 一会我们会议下去 就会逐一去讨论的了 好 现在进入议程 议程一 通过今天的会议议程 今天的会议议程 是在那个叫做再修订议程 请大家看看 那个叫做再修议议程 行不行 是了 那看到再修议议程的时候 一陈间当去到天星码头 那个item的时候 我就会再看得清楚些 程规会是不是真的押后两个月 假如是的话 那个议程就会在今次不讨论 就等待程规会那个日期 我们再安排讨论 好吗 好了 请各位议员 对于今天的会议议程 有没有特别意见 有没有需要调动 没有 没有 今天的议程是获得通过 好了 第二项 通过2020年1月2日 中西区区议会的第一次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的疑稿建议 若果各位在第一次的会议记录 有意见的 可不可以现在举手说到 没有同事举手 没有同事举手呢 我就宣布会议记录是获得通过 好了 议程第三项 中西区第一次会议逐以事项查冊表 好 那请议员参与查冊表内各项的事项跟进 文件是132020号 秘书没有补充啊 没有 没有 那大家请看看了 13的2020号 好啊 秘书补充 不好意思 因为呢 我今早就刚刚收到 路政署的reprime 稍后会议给大家 所以因为今早才收到 查冊表的状态 就算了信 但还未说议给大家 好 那就 第13号那个文件 如果是没有 没有特别的提问呢 有没有同事要follow提问呢 主要都是讲中山纪念公园的行人天桥的铁丝网问题 那我知道有同事都入了文件去TTC那里会讨论的了 那希望到时再详细讨论 但这分钟似乎的样子都是不会拆的了 我们都是觉得非常愤怒的了 好啦 那逐一事项查冊表完了呢 就到主席报告 本人是没有特别事项要报告的 那去到下去呢 就是第五项 中西区区议会的会议常规 我们这个区议会是能够跟进个 跟着个常规去进行议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很多谢杨浩言副主席 就作为中西区常规委员会 中西区常规小组的主席 在昨晚我们都开了很多个钟头会 就去讲了新的常规 也都是很多谢秘书处阿福小姐 还有秘书处杨小姐 是真的留夜就跟我们讲及这个常规 我时间交给Emma Emma麻烦你 那刚刚的常规就新鲜滚热了 应该不是全部给大家 是的 新这份 刚刚颇后那一摊就是我们的常规 副主席想回报两句 给副主席先谢谢 各位同事 昨天开了这个常规小组 就是通过了秘书处建议的修订 也都是有些修订加了下去 主要的修订就是加了个临时动议的规定 还有其他一些技术性的字眼修订 那份文件就在大家的桌上已经有了 就已经修订了 我想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不清楚想问或者讨论的地方 麻烦你们时宜 可能给主主Emma帮忙去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了 虽然文件真是不好意思 刚才才买到桌上 但是这份文件其实是1月2号之前的文件 都交付给大家的了 那应该我相信大家都论到很熟的了 好 时间交给Emma 那我们之前都是上一次第一次会议 就已经有一些总署的建议改动就问了大家的 那加载那些基本上都已经昨天小组那里同意了的 那另外呢 还有我们昨天小组是通过了取消个授权票的 就是第32的2条 那还有呢 以前我们第13的第5条 以前是如果两份相约的文件 是不可以一起讨论的 较迟入的文件要做附件 那做附件是不可以有一个动议的 以前是这样处理 但是昨天小组通过了 就决定就算这个议题是相约 主席觉得相约 那都是可以两份或者超过两份都可以有动议 不过呢 就在会议上作合并讨论的 那而作合并讨论的时候呢 亦都注明了是不会在计论那个3加5 或者4加6的文件铺币上面的 这个是小组的建议 那还有呢 我们参考了葵清区议会的 临时动议的条文 那大家可以看看第17条开始 有些修订动议的条文的 sorry 临时动议的条文 那还有呢 昨天也都小组是通过了 取消增选委员这个部分的 这个部分的就说 我们以后区议会就建议 不要再有增选委员了 那就就指示了我 就把所有有关增选 那或者大家看看34的第二条 第34条是吗 是啊 34 括弧2 并非议员的人 是不是那个 是啊 那34第二条是并非议员的人 如符合区议会条例 第21 二十括弧1条 所列的资格 区议会可委任该任委员会 但是呢 那个是区议会条例 因为是法例来的 那我就想问大家 如果 因为法例呢 就规定了是 区议会可以去委任 一些所谓增选委员 就是委任一些不是议员的人 进去委员会 但是如果我们查了这一句呢 就好像变成 中西区区议会是不可以委任 我自己就怕会不会和法例是有抵触的 所以就想问一问大家 好 我看到很多同事 按燈一下 由那边 Sam 是吗 是 好 Sam先 多谢主席 Thank you 感谢Emma 的解释 那我个人就觉得 如果32条括弧2 和34条括弧2 和34条括弧3 就是修改了之后的3 并非议员的人如符合区议会条例 第二十部一条所列的资格区议会 可委任该人委员会成员 其实呢 是应该要删除的 因为这一句呢 其实正正就是 是赋予了 就是当然了 是赋予了这个 在区议会里面 是可以 是跟着这个会议常规去委任 这个人 如果我们将这一条条文删除的话 往后的区议会 它需要是改了会议常规之后 才可以再根据会议常规去做这一件事 当然了 就是区议会条例里面 都仍然是有相关的条文 但是 这个也是一个的indication 是告诉所有的公众听 以及告诉以后的议会同事听 我们是不会有这个的 真选卫言的 所以我认为呢 应该是要将34条括弧2 和原本的34条括弧4 都是需要删除的 金威是否刚才有禁灯 没有 好 接着副主席 这个是区议会条例给我们的 不是修改法例 我们今天不是修改法例 只是修改这个会议常规 因为先前第一次大会的时候 大家已经已决了 我们是不会去委任真选委员 虽然法例呼吁我们的权力去委任 但我们已经已决了不去委任 所以这个会议常规的提述 这件事已经是再没有需要了 为了清晰 避免引起混乱起见 我的提议是删除了它 因为我们这一届的议会里面 不会再引用这个条款 好 是否专员有补充 谢谢 留意到副主席和议员的看法 不过我纯粹想讲一讲Emma的点 其实就是 总署一向来讲 在常规里面 就会将一些法例的条文 放在这里 其实就是一路一致性 一路就是提一提 在常规里面 都会有一些法例 有法定效力的东西 放在这里 就让大家清晰 和对我们一致 其实那个字 刚才议员觉得很好 那个是可字来的 可字的意思是 你有权这样做 你当然也可以不做 所以其实留还是不留呢 其实议员都可以决定 就是我们没有登水会员 这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我想可能提一提 就是说因为条例有 你这里没有 就好像不是带回个 就是有法律 摆了的东西 摆在这里 基本上我们的常规 总部的范本 都是条例有些什么 尽量都是摆在常规里面的 所以我们提一提议员 就是你有这个考虑 但是如果这个决定是这样 我们都尊重和明白的 好 副主席有没有补充 我想不必要留在这里 因为法例的东西 我们做议员的 区议会条例 假设是应该都熟悉的了 就是我想不需要提 那如果你说要加在这里 譬如抄下来 那你其实很多 都会抄下来 我觉得令到会议上 比较臃肿 和是不必要 那既然是不会再适用的 那我觉得就索性剔除了去 那让大家一个清晰些 不要有一些看下去 以为我们可以 会委任一些人 但是今届已经决定了不委任 所以我觉得就未必需要跟随这个总署的建议 好 接着是杨志安議員 谢谢 多谢主席 多谢副主席的解释 我不同意的 我觉得是你说不必要留下 不必要删除 既然在这里 大例说可以 我们自己决定了 不可以 没问题的 那已经达到了目的了 那你说今届是决定了 不委任就不委任 没问题的 不需要再做些不必要的动作 下一届如果说要加上的 那就做少了一件事 就是无谓找功夫来做 就是我已经认同了 大家的决定 亦都是通过了 这一届根本不会变的情况之下 是不需要做些不必要的动作 多谢 好 接着叶锦隆議員 多谢主席 我不是很同意杨志安議員的说法 首先第一样 讲整个议事规则 如果议事 就是这个会议常规 如果是不改走的话 其实就会令到 无论是议员 还是公众都好 一些有可能觉得自己 会被委任为真选委员的公众 他们会觉得 咦 总细区区议会 会议常规都写 还有得委任 那我就去 逐个逐个议员的门口敲 我看可不可以求他 去做这一件事 那当然了 这一个是公众的自由 但是我觉得 我们今次在这个议会 今届的议会 我们既然作出了一个这样的决定 而亦都是在这个 常规小组里面通过了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彰显回 这个精神 这样是将这个句子删除 如果不删除的话 我就会建议 在后面就要写到明 中西区区议会 不会设立真选委员 这个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会再入文件去说的 但是也不在今次的 这个建议修订里面 就是我将入文件 去要求我们议会的会议常规 是要修改的话 必先得到三分之二的议员 同意才可以再做修改 避免这个会议常规 就经常招令直改 这样我们一定要留一个好的传统 去告诉公众听 我们中西区区议会 是怎样去运作的 多谢主席 好 接着是任嘉宜议员 多谢主席 就着这条的条例 其实我是会赞成删除的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不是去更改 或者去改任何的区议会条例 只不过我是不列出它 所以其实现在简单来说 就是这个条例继续在 但是我们不用 也都不适用于这个 中西区区议会 所以我们就把它删除 我们对于这个区议会的条例 是完全没有任何影响的 所以总部来说应该是要删除 好 多谢主席 接着何志文议员都这样 何志文议员 是 多谢主席 我是支持要删除 这个第34条会议的条文 我亦都是不同意 杨洁安议员刚才所说 删除是做多了些 做多些可能是不需要的事情 我不认同的 因为我担心 如果继续保留这个条文 在我们的会议常规上面 是会引起一个误度的情况 因为如果继续出现 增选委员的字眼 在我们的会议常规那里 是会让人觉得 究竟我们的区议会 究竟是可不可以委任的呢 因为如果继续保留这个字眼 区议会可委任该人委员会成员 是会令人产生误会的 我认为 所以我坚持支持删除 是因为我们这月2号 讲得很清楚了 有登选委员 最多是邀请嘉宾的 好 我见到黄炳志议员 谢谢 是 不如这样 中西区议会 就树留一个好榜样先 就先查一下 如果下一届 有其他的 譬如保皇派入到来 他们喜欢加分 下一届的事 好不 很简单 结身至爱大家 好 副主席是否有意见 因为我们昨天 其实在小组讨论 已经是已决了 已决了 删除所有有关 真选委员的条文 指控议员讲到的 省工夫省方面 我觉得都是不成立 站不住脚的 我都是建议删除了 为了清晰起见 这个是一般的做法 希望主席可以投票 好 我如果根据这个常规 我就建议就着 第34条第2 和第4 我就建议在这投票决定 因为我们有一位议员 都觉得要保留 好不好 我读一读个条文 删除第34条括弧2 并非议员的人 如符合区议会条例 第20括弧1 条所列的资格 区议会可委任该人为委员会的成员 整个34条删除副主席建议 整个34条删除副主席建议 7条都失去的 这条是港委员会的 不仅是港争选委员的 好 多谢秘书提醒 秘书提醒 秘书提醒我呢 就是我们现在议会里面 第3、14条 是由第1 去到是第第17 第17 对吗 对 第17是港委 插第2 对 对 那个方格那里 如果大家同意 插 好 好 那我们建议呢 请大家留心一下 要投票的因为 第34条2 建议删除 并非议员的人 如符合区议会条例 第20括弧1 条例所列的资格 区议会可委任该人的委员会成员 一个建议删除 和现在叫第3 根据第34条库会议 获委任的成员可在委员会会议中投票 并可以计算法定人数的目的 被计算在内 和是第15条 但那个删除了 后面黄色的删除了 是的 会议是上映删除了 主要处理是第2和第3 那我逐个来 先讲第2先 支持第2条删除的议员 请举手 秘书麻烦你点点人数 好 好 放下手 反对请举手 一位 OK 麻烦一位杨志安 好了 应该没有同事棄权 棄权 No 好 快了 第34条的括弧3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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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公平 根据第34条括弧2条 是 任嘉宜 主席 这条应该是未 即我们未跟过任何人之前 其实这条应该是第4条来的 是 没错 没错 好 多谢你提醒 好了 这条应该是第4条来的 跟回库湖的第4条 根据第34库湖2条 获委任的成员可在委员会会议中投票 并可为计算法定人数的目的被计算在内 建议删除 同意删除的议员 请你举手 一个 谢谢 有没有议员棄权 应该没有了 必须提我 好了 这个上规就处理了 是 主席 刚才你提到那些警务人员出示委任证 为什么那个便衣 站在那裏 穿着棉背心 还不出示委任证 我请他出去 唯有这样 穿着棉背心 不出示委任证 他在那裏 穿着背心的便衣 我认得他 现在手看着你 穿着棉背心便衣 那位先生 你的委任证呢 你是否警务人员来的 还是市民 请问 如果我请你出去的 不好意思 我说了今天进来有证 没有证的请你离开 是否蓝蓝蚀 是 张弥梅思 请问你是警报人员 我有麻烦Emma 找了女士 说我男士走真的很酸 指揮官可不可以开他声 指揮官麻烦你 叫你的同事合作可不可以 这是中西区區业会的主场 不好意思 指揮官可不可以开声 约都是你下属 要不然我来你走的了 又闪到去哪 名字麻烦你 警民关系统 名字麻烦你提醒他 麻烦 去没有委任证 请你不要进来这裏 你站在走廊 站在門口 站在地上不關我的事 真是勞氣 那麼不尊重我們? 是警察來的 OK 我繼續會議 因為不是你的處長來 我沒有時間給他 不要罵我 OK 會議常規在這裏就叫做處理了 是 這屋 快 我不知道再專員就先補充有沒有補充 很簡單 很快 因為呢 今天的修訂是昨天大家很辛苦 談過出來的 那都是一晚 我的同事可能那些叫一致性 那些東西還沒整齊的 那大家今天可以先通過 但是我們跟著要處理一些遲遲後 整齊它 還有一些細節的東西 可能要諮詢一點點權威 但是不要緊 可以先走了 好嗎 好 多謝Dio 好 主席常規問題 用不需要根據這一個議程 再將這一個修訂 再做一次表決 表決是需要的 好了 多謝葉錦龍提醒 也多謝必須提醒 現在手上拿著的 中西區區議會文件34 斜動2020 還有檢討中西區區議會會議 常規工作小組文件的第5號 斜動2020 我作為主席建議在這次 區議會的第二次會議裏面 我們是通過這一份的常規的規矩 總共是有69頁的 是要依據這個常規來處理 請同事舉一次手 我們是必須要依據同意這個常規來處理 請同事舉一次手 十五個齊齊齊 是啦 即是反對是零 棄權應該都是零啦 對不對 好了 主席宣佈 本議會是依據中西區區議會會議常規的建議修訂 作為這個是我們跟著的會議常規版本 接下來所有的會議 本人必定是依據這個常規 若果我有做漏的請秘書或同事都提醒我 麻煩一下 好不好 麻煩了 好了 我們現在的會議呢 就是去到會議常規處理了 好了 大家對會議常規應該就沒有特別的問題 我看回我們的鐘 現在都應該是兩點三十幾分的了 好了 我們現在接下來了 是警務處長與中西區區議員會面 我們現在的時間應該就是要請PK鄧先生 鄧炳強先生警務處長 謝明陽先生警務處中西區指揮官 黃紹興女士警務處中西區指揮官 是一起進入這裏 通常見官這個位置給秘書坐 署長坐我這邊 你移一移好嗎 以往就這樣處理 還是你坐那個位置 現在議程是第六項 警務處長與中西區區議員會面 有請下列嘉賓 鄧炳強先生警務處處長 追究警部 重組警隊 追究警部 追究警部 重組警隊 追究警部 請載助的人士 請載助的人士 常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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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宣讀 主席會對在場人士的叫囂混亂情況 主席會作出勸語 剛才在席的利臨的叫做旁聽者 你們已經是作出了很混亂不受控制的了 我請現在作出一個第二次的勸語 剛才是第一次的勸語 現在作出第二次的勸語 情況要不受控制 我是會要求 要求離席 引發混亂者是離席的 請同事幫忙我們看著 現在是第二次了 再出聲的就不好意思了 你要離席的了 主席其實剛才已經不受控制了 你已經是叫了他很多次 不是第二第三四五次 叫了他們 以前似乎是完全是不理會這樣 如果你是主席 你願意是真的給他多次機會 我想你麻煩穩定被處處職員 穩定保安在那裡 看著他們 即時叫他們離場 剛才已經是完全不受控制 我再一次 本主席再一次強調 請在座列席的旁聽的朋友 請你們合作 假若這個混亂場面 叫囂場面 主席是有權 再發出警告的時候 就必須離開本會議室 麻煩合作 好了 主席 常規問題 剛才有一個公眾人士 離開了他的公眾席範圍 走進去和你遞信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 是不適合我們的會議程序 我也都希望你是要勸喻 警告這些公眾人士 不要再闖入我們會議的範圍裡面 沒錯 多謝葉錦龍提醒 其實我跟秘書說了 當我們見完處長之後 我會接信 不過他要強行拿進來 我就接了 麻煩 這個處理我希望下次 遞信的朋友 任何信我願意接的 無所謂 但問題就是這樣遞信 我就真的不接受 但沒辦法了 封信我已經放在地上了 麻煩 第六項警務處長與中西區區議員會面 歡迎PK鄧先生 鄧炳強先生 香港警務處長 謝明陽先生 香港警務處中區指揮官 黃小興女士 香港警務處西區指揮官 處長 我們想給十分鐘的時間 你做PowerPoint 看看可不可以 還有我有這個安排 我是希望今天的安排 2020 我們今天是第二次的區議會的安排 新的安排 我估計 現在約會是2點40分左右 處長跟我說 他最遲4、5、中 或者3、5、9一定要走了 我計過數 每一位議員 15位議員 每一位議員 應該可以有4分鐘的時間 差不多 再加上 原來我們今天 很多的市民都報名要說話 我可以尊重他們 會給他們機會說話的 我就是 那個說話是在第7項 我安排的 那我就想議員 一會兒麻煩同事 議員都留意 我希望你的問題問完之後 處長麻煩處長 立即作答 然後再追問 四分鐘之內 希望每一位同事都公平 用準這四分鐘 好了 現在麻煩警務處長 鄧先生 請你作出你的PowerPoint 我希望十分鐘之內 可以完成這個PowerPoint 謝謝 好 多謝鄭主席 多謝何專員 那就是 原本呢 就是大會告訴他 有二十分鐘時間 那不要緊 我濃縮 十分鐘時間 那我沒有PowerPoint 我主要就是口述來講 那今天我最主要 就是想講一講 有關於就是 現在我們去到十一月 整體的罪案的情況 以及有關於反修例 所引起的暴力事件 一些綜合的報導 首先我想講講 我們全香港 由一至十一月 總共的罪案數字 有五萬二千二百十宗 比去年同期 是上升了二千一百二十八宗 即是上升4.2% 其實呢 以上半年來講 我們香港仗趨勢 本來非常良好的 在二零一九年上半年 我們的整體罪案數字 其實較前年同期 是下跌百分之四十七 更加是四十二年以來 是新低的 但是自從七月起 反修例事件所引起的 大量暴力和違法行為 是令到十一月底的數字 不單止抵消了上半年累積的跌幅 更加令到數字是持續攀升的 上升最嚴重的暴力事件的罪案 全部都是直接由這個 是反修例暴力所衍生的罪案的 包括刑事毀壞案 增加了二千一百十三宗 只是刑事毀壞案所增加的 已經是超過了我們整體數字所增加的 這些刑事毀壞案 主力就是暴徒走出去 打爛人的箱鋪 打爛地鐵站等等所引起的 另外增加得比較顯著的縱火案 加了五百三十五宗 上升兩倍 妨礙公安罪行 即是暴動和非法集結等罪 上升了八百六十五宗 也上升了三十九倍 我想講講有關於中西區的情況 中西區去年頭十一個月 整體罪案數字是三千零九十宗 較去年同期的三千一百二十七宗 是輕微下跌了三十七宗 除了行劍案輕微下跌兩宗之外 其他上升和下降的罪案 和香港形勢大致相同 這個時間桿是我不在這裡詳細講了 我想講去年六月到現在 全港發生多長的暴亂 和其他嚴重暴力違法事件 對社會治安構成了非常大的負面影響 暴力示威者破壞的行為 包括拆走路旁的欄杆和其他社區設施 更加在路上縱火 堵塞公共的交通道路 包括吐鱸鋼公路、農場道、彌敦道等等 暴力示威者亦都大規模挖起行人路的地磚 用來攻擊市民、攻擊商鋪 以及攻擊警務人員 在十一月十三日有一位裸伯被這些磚扔死了 過去六至十二月所拆走的欄杆 總長度大約是52.8公里 就是相當於由石澳去到機場那麼遠 而被拆走的地磚 總共大約有21,800平方米 相當於三個香港政府大球場 由去年的六月開始 我們法國暴徒開始用汽油彈 大約在八月份開始 最初就用嬌磚 拆了一些蘭荷的鐵枝 後來用汽油彈 我們估算到目前為止 最少用了大約五千的汽油彈 另外在這個西亞里大事件和中大事件 我們都檢取了接近一萬枚的汽油彈 在不同的地方 我們這樣計算 如果每十秒扔一個這些汽油彈 扔一天一夜都扔不完 要27個小時才扔完 另外暴徒 由倒路開始演變為大事破壞公共交通工具 包括交通燈都打破 包括94個重鐵的車站 有85個受到嚴重破壞 68個輕鐵站有62個也受到嚴重破壞 更加有暴徒向營運中的車站和列車扔油彈和縱火 亦都向路軌 向一些行駛中的汽車的路軌 扔了一些物件 其實這個非常危險 是可能導致大規模的傷亡 除了破壞社區設施之外 暴徒亦都因爲不同的政見 針對他們不喜歡的商店 就打爛了 亦都針對跟他們不同意見的人 進行很多襲擊 就算是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 亦都被暴徒多次破壞和多次縱火 這個嚴重損害了法院的權威和香港法治精神 在今年元旦的遊行 甚至有歷史意義 中環的匯豐總管的童獅子 亦都被人弄烏和縱火 我們昔日引以雲獲的象徵 現在要被一些紙盒圍住人家 笑話是一個紙盒藏屍 我想問一下我們香港 是否想見到一個這樣的香港 另外暴徒試以襲擊 其他的事情包括8月1日 有個內地記者在機場被人用索帶 綁住行李車上獨打 10月份有個的士司機被暴徒拖出來 打到他樓屁面 10月11日馬安山有一位男子 因為意見不同被人減生淋火水燃液體 然後被人焚燒 另外剛才說過了 11月13日裸白就是被暴徒拿起磚頭 是定死了 另外12月1日亦都是一位男士 因為自發清理路障 是被暴徒用坑渠蓋 車到頭上一度昏迷的 警察員受傷 我們是超過558名警察員受傷 其中幾宗嚴重的比較 包括是頸子被人插傷 被人用弓箭射磚小腿 被暴徒定汽油彈導致嚴重燒傷 被暴徒定腐蝕性液體 導致皮膚嚴重燒傷 而是要進行多次的直皮手術 亦都有同時在執行職務期間 被暴徒咬斷手指 另外近日更加是發覺 有五宗的案件 包括是用一些炸藥 或者是用一些真真正正的槍鞋 包括10月20日 暴徒更加是拿一支槍 向街上的警員開槍 而後來我們也都找了一些 真真正正的AR15的長槍 和大量子彈 直至到兩天前 即是1月14日 警方亦都根據情報 在一個單位裏面 找到一些用金屬水喉製造的炸彈 這個是非常大殺傷力的炸彈 亦都在上水倒過一個爆炸品的實驗室 我講講執法的數字 由6月份到現在 在這個反修例的暴力事件裏面 我們拘捕了7,019人 我們檢控了的是有1,092人 其中包括547人 是被控告這個暴動罪的 已經定罪的是有38人 其中有12個人是判監 當中判刑最重的就是14個月監禁 是因為床有汽油彈的 另外亦都有兩名15歲的少年 因為破壞輕鐵的事實 而被判入更新中心 而且要賠償港鐵合共28萬 我們都想講講學生被捕的情況 在7,019名被捕的人當中 是有2,847人 是保證為學生 佔總數大約40% 我們都發覺 在2019年9月開學之後 學生被捕人數是出現顯著的升幅 由開學前6至8月 是大約佔25% 去到9月之後 現在差不多佔43% 不好意思 吃了口堂 另外更加擔憂的 就是中學生的比例 是由開學前佔7% 上升到現在的18% 另外這個大專生 也是由18%上升到25% 至於2019年11月發生的理大事件裏 我們拘捕了1,382人 而其中只有八十多位 真真正正是理工大學生 而是佔學生的比例 也大概只有四成左右 六成的暴徒被拘捕 都並非是大專學生 我們也看回顧反生理事件裏 現在遲了七個月 我們現在也發覺 這些暴徒 開始聯群結黨 公開懷疑誰在拍照的人 或者不同政見的人 就會對他們獨打 另外示威者也發起所謂的不合作運動 由初期去搗亂一些商鋪 和滋擾店內的顧客 到後來施以破壞 和他們立上不同的店鋪 到現在不單止鼓吹 抵制和他們理念不同的商戶 抵制是沒有問題的 不犯法不牽涉暴力就可以了 但是在網上公開要恐嚇的手段 威迫其他人就犯 這個本質 是與黑社會滅聲的手段 是無異的 好了 這段日子裏面 我們發覺媒體網上流傳 很多假新聞、假消息、假片段 致意煽動社會仇恨和仇警的情緒 有些人甚至用一些喘改的圖片 刻意去抹黑警隊 意圖打擊我們警隊的公信力 也對我們警務人員和家人 進行起底 甚至襲擊一些行動 例子我不講了 或者簡單講講 就是831這個事件 其實在太子港鐵站 一個是指稱警方打死人 我們警察和政府其他部門 多次作出澄清絕無其事 其後坊間也有媒體 找到相關被指稱被殺死的人 證明是無其事 我希望大家 不幸把831死人 這個是假消息 或者誤導的消息 再傳播 因為這個是假的指控 我們警方是清者自清 我們願意接受基於事實 理性的批評 但是一些胡亂抹黑 惡意中傷為警隊 不好意思 樹難接受 好了 最後我想強調我們警方 是非常重視和社區和市民的關係 和很珍惜區議會這個平台 我們相信區議會 作為市民大眾和政府之間的一個重要調良 也在社區的最前線 和市民的生活是識識相關 區議員更加是區內市民的代表 好 剛才我聽到金議員 是對於暴力的譴責非常認同的 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要譴責的 所以我就認為 如果區議員 首先能夠以身作則 自己先不要犯法 犯法是真的不應該的行為 並且對欺凌和破壞的行為 不要包庇 不要縱容 更加要譴責暴力 好像金議員那樣譴責暴力 要對謠言 首先要核實 有需要的時間 請警方求證 對虛假和煽動仇恨的消息 應該是加以澄清 還有對於暴力和違法事件 是要挺身而出 這個我相信一定有助 社區更不快是回復珍貴的 好了 我是多謝主席 請再席人士無需要鼓掌 因為這個是區議會來的 誰拍手掌 請你自己自行離開這個會場 我們這次會議是嚴肅莊嚴的會議 不是聯婚會請你離開 剛才誰拍手掌 秘書幫手看請他們全部離開 握牌後面那排請立即離開 秘書處和保安請你們 握牌後面那排請立即離開 不好意思你拍手掌是不對的 我開頭我講了是莊嚴的會議拍甚麼手掌 請所有的請所有的主會人士宿正 我們這次是一個莊嚴的會議 誰人發言也不用拍手掌 誰人發言也不用拍手掌 現在我宣佈是無需要拍手掌 也不要開聲 麻煩 我們會馬上趕你出去 阿Dio說你可不可以離人的職責 這個是你的主場 這裡有很多伙計在這裡 你的保安在這裡 你可不可以出一句聲 邀請那些違反 違反紀律的人離場 主席我剛剛聽到文志華前議員 開聲高呼 希望主席裁決 請請所有剛才有拍手掌 還有剛剛開聲高呼的人 自己自覺 請這麼多記者都見到的了 請你離開會場 因為我說了 一開始說了 這次會是非常莊嚴 也都非常嚴肅 請你不要拍手掌 我想問我們政務專員 黃太 你是不是會容忍 這幫人在這裡 漠視我們這裡的紀律 阻礙這個議會進行呢 為什麼你不去執行 為什麼你不去執行大家的議決呢 若果你想在座人事 請你不要叫囂 議員是有權在這裡發言的 你不是議員 請你縮靜 麻煩 好了 我都寫了鄧先生剛才所講的東西 原來都近次 今早林鄭女士所講的東西 不要緊 好了 接著下來 我在這裡講 就是 在去年2019年3月7號 前警務處長盧偉聰 都來到這個位置那裡 是跟我們講他的工作 不足一年 新一哥上場 今天1月2號 他應該是聽到我們的要求 要求 我們當時要求林鄭月娥 張建宗 和一哥 一哥的鄧先生 都來這裡給我們質詢的 現在質詢時間是開始的 我想在座15位議員 我相信每一位議員都會出聲 是不是 沒錯 我是要求每一位議員 請你講完之後 都請麻煩鄧炳強先生 即時作答 我先請楊哲安議員 不好意思 主席 規程問題 請主席馬上要求 DO馬上要求 剛才 叫囂的 拍手的 所有的公眾人士 包括文前議員 都一定要 必定要來場 要執行我們的會議員 各位 主席 這個是議會的專業 已經是一而再再而三警告了 我們要維護議會的專業 不讓一班人在這裏 搗亂這個議會的進行 如果我們的政務專員 黃豪詠詩女士 不去執行這件事 我建議寫信去民政事務總署 譴責我們的政務專員 好 專員 剛才後面一排拍手掌 是不是聽到文先生都在那裏講話 如果是的話 還有後面剛才會出聲 我認得他的聲音 應該是分區委員來的 如果是的話 我都請他們離開了這裏 不要妨礙我們的會議的進行 時間有限 文志華議員 是以前的委任議員 我想他應該很清楚 這個議會的規矩 希望我們的前委任議員 亦都尊重這個議會 雖然今年是沒有得做議員 主席我是不是應該回應 我要等你同意我 好 給專員回應 我想主持的會議 就根據議場規就是主席的 所以我一直 楊議員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問鄭主席 我看到鄭主席 看看主席的指示是怎樣 不過我提一提 主席在常規裏面 他開題都講得很清楚 就是如果有任何人的 影響會議 或者叫囂 他那個行為 就特定的行為 應該是主席要提示兩次 如果他都不准行 按主席的要求 我們同事才執行 我講清楚 因為這個規矩 是主席在開始的時候講了 我看下主席怎麼指示 其實呢 剛才我已經提示了兩次了 他們拍手掌是第三次 那我就當我自己 剛才的第三次 是一個警告 然後再有叫囂 再有拍手掌 真是抱歉了 我會搶政務處的朋友幫忙 一定有離開我們會場 因為我不想浪費了鄧先生的時間 好嗎 亦都是大家議員的時間 我麻煩楊智安議員先開始 謝謝 多謝主席 多謝處長 記得去年是第二位一哥來的時候 他的氣氛是很不同的 既然香港經過了這麼大的一個政治動盪 你作為新的處長也都繼續來呢 這個是我多謝你的 我自己作為一個區議員 代表山頂區 亦都是四個小朋友的爸爸 我很怕見到香港 過去那幾個月發生的事情 而警方在這個事情的演變之中 那個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當你上場之後 大家的居民都跟我說 對你的期望非常之高 不希望再見到過去開頭 很多示威演變成暴動 也都警察抓人 拍到一些照片啊 錄像啊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周圍傳播 令到市民 無論你是撐警察或者是怕警察的 都是很擔憂 我們香港這個 有史以來一個這麼安全的一個地方 現在逐步逐步這樣去崩潰著 我幾個月前都跟特首講過了 他說止暴制亂我非常之同意 但我看不到過去幾個月 做的任何一件事 是帶著我們去這個目的地 我懇請一哥來今天 可以跟我們解釋到 之前的數據 你是說什麼數據 有暴徒去放火打人 我都看到的 同一時間我透過不同的傳媒 都看到警方去抓人那時候 執法那時候 是不是真的 下下依根據你自己的守則做呢 我都有我的合理的懷疑 但這個我不追究 也都不是我的職權去查 我希望聽到你的就是 怎樣可以重拾市民 大部分一些的市民 對警方的信心 現在整個社會撕裂了 當中警方的行為 是導火線的一部分 我懇請署長解釋到給我們聽 也都請請你盡快修補 警民對立的關係 和重建市民對警方的信任 多謝 同事有沒有計時我想問一問 我就想四分鐘之內 每一個議員都用盡四分鐘 麻煩鄧先生 多謝你 多謝主席 首先多謝楊議員的提問 正如我一開始講 任何的暴力 我都是反對的 無論是街頭的暴力也好 或者任何的 無論是身份 是議員也好 是公職人也好 總之暴力也是不對的 任何暴力都不對的 我想說任何暴力都不對 任何暴力都不對 包括議員的暴力都是不對的 好了 至於怎樣去重建信心 首先我想我們要明白到 我們現在執法 要香港的治安好 我們希望人們犯法 但社會上很多人是想犯法 很多人是鼓勵別人去犯法 鼓勵別人犯法 或者想犯法 不想警隊執法能力高的人 就會用很多假新聞假消息 去壓擊我們 首先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澄清很多對於假新聞假消息 盡快要澄清 另外令市民形成真相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 我們警方做事也要增強透明度 很多時候的誤會 是基於我們警方做了一些事情 對方也未必知道 社會人士未必知道 或者也未必知道背後的原因 我們應該要增加透明度 另外我們也要增加和各界的溝通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原底嘗試 和一些大學部分的人 希望加強溝通 但很可惜 想和我們溝通的人 一被人知道之後 就開始惡意攻擊 令到又不敢和人們溝通 我覺得這個是不健康的 應該大家抱開全部的盛見 應該開心見成這樣 大家進行溝通 多謝主席 第二位同事發言 主席 副主席 有個程序 我們準備了一些影片 同事要求我們 希望播影片作為一個背景資料 方便大家討論 暫時那個播片 是幾個影片 不播聲的 只是一些畫面 批准 是不是有同事處理過播片的程序 是同事處理過的 好 謝謝同事 那裏是有些資料 大家同事 如果在你們討論期間 有哪個題目 你們想找回相關的影片 麻煩你的事 我們同事準備好 隨時播 比如612 他有612的編 主席有多長 我不知道 副主席有多長 那些段話 都很短的 其實現在播 只是作為一個背景資料 不是大家去看 是一個背景資料 大家可以看 或者公眾 傳媒朋友可以看 但是如果大家想 特別去要求某一段 你出聲 我同事找的影片 通常是一分鐘半分鐘 甚至幾十秒 這樣 作為一個暫時一個 只是一個背景資料 主席我未看過這段影片 如果我發言的時間 我不同意過那個影片 因為我自己有 我自己的 presentation 所以如果有這段影片 我想最好預先 就給我們同事看了 究竟是甚麼影片 我不同意用這種方法 除非我當然其他同事 我沒有反對 我不同意 我發言那段時間 我自己有過的 去到金蘭威 是不是你也有段影片 是 好 OK 我們現在只是背景資料 大家同事可以 如果他對他發言的時候 可以停止 肆意他停止 或者肆意的同事 跟他找相關的影片出來 好 接著下一位 應該是 我先看看 葉錦龍議員 謝謝 好 多謝小姐 麻煩612中信的片段 這樣我會背景播放的 也不用出聲 首先 夠好感謝PK先生 今天過來 出席我們的會議 終於可以見到你露山真面目 這樣也很感謝 今天議會 安排了PK 鄧先生 在2點39分到場 因為平時要找警察 是很辛苦的 39分鐘都可以不見人 這樣我們區議員做事 其實很多時候都要找警察 為甚麼呢 社區裡面有很多的暴力行為 說就是藍絲暴徒 走去攻擊善良的街坊等等 很多這樣的情況 都會 我們以前是會求警協助的 但現在就不敢了 因為警察原來 是拘捕了一些 那些犯人 是會放的 我想問一問 PK先生 你的 你作為這個警務處處長 是不是 你的下屬所做的事 都是由你去授權去做的 請你回答 請你回答 好 是還是不是 首先我想是 看看高度 不用說 不用看片 是還是不是 主席 我想我們 就不能夠 只是 主席他沒有回答我問題 這個是誤導性 我會 是還是不是 根據警隊條例 這個警務處處長 是不是等同 是授權了他的 所有下屬的行為 下屬的行為 是不是警務處長負責 請警務處長回答 下屬問題 是否警務處長負責 請警務處長回答 好 那我作為警務處長 我是去警隊一切的 都是你終極的責任 多謝你 謝謝你 這樣接著下來 第二條問題就是 首先我要問的 就是關於 不反對通知書問題 我是一個民陣的 民間人權陣線的移務 的私宜 在6月12號的當日 我們民間人權陣線 在這個中信的外圍 是進行一個 是已經向警方 申請了不反對通知書 的一個的 一個的示威 一個的集會 但是 在這個的警察 是沒有通知到 不反對通知書 申請人的情況之下 已經是 在私放催淚彈 向著和平的市民 令到 在這個中信門口 出現差些人踩人的情況 請問 是不是 鄧炳強 署長 你是會完全負全責 你作為時任的 而你作為現任的 警務署長 多謝你 是 麻煩了 鄧先生 首先 就是 阿田議員 我就不同意你的說法 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說法 就是 我們警方 就是向和平的示威者 就是 放了催淚彈 我是 不同意的 當日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大概三點鐘 就有人 我自己訂專頭 襲擊警務人員 請你答我 主席 請署長回答我 這一個中信的 不反對通知書 是不是 在當時已經宣佈失效 如果他已經宣佈失效 他有沒有聯絡到 不反對通知書的持有人 主席 我希望他作答 但是我未答完的時間 又被人打斷我感到遺憾 那可不可以 我完成我的答案 請署長作答 很簡單 中信那個不反對通知書 當時有沒有終止 而沒有終止 三點鐘 你們又要放催淚彈 又如何 但是當日那個情況 其實現在監警會 已經進行一個調查 為了不要進行一個調查 我想這個詳細 每一刻每一節 都不便在這裏講 但是都是有些重要的知識 在這裏不講不行 是當日 中信橋的情況 就是由於主辦單位 是呼籲那些人進去 中信大廈造成混亂 因為其實當時 主席 我沒有詢問他 關於中信橋的情況 我們是要詢問 不反對通知書 是不是已經失效 這件事是很正確的 這件事其實是說正確的 如果你說是失效 就失效 那你真是告訴全香港的人 以後不需要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因為警方不反對通知書 是廢的 還有就是所有警察 你們如果是這個 用電筒襲擊這個 警務人員是成事的話 那請處長 你馬上是要求所有的警方 是要暫停 是要停止使用這個 強光對著所有的公眾人士 包括記者和市民 先回答中信的不反對通知書 當時是不是先失效 好嗎 麻煩 當時正如剛才所說 由於這個情況 我們有一個監警會在調查 這是其中一個重點 我想應該留給監警會 我們其實已經跟監警會交代了 那我覺得呢 我就不應該在這個場合 裏面去講這個事情 因為主席 我要求他立即交代 他要去議會交代 因為這件事是在中西區發生的 是 我們今天問題 都集中中西區 麻煩處長 都講 但我已經回答了 因為這個可能會影響人後的調查 請主席記錄在岸 請主席記錄在岸 這個處長是拒絕回答 不反對通知書 這一個制度 是否已經明全失望 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不反對通知書 這個制度 是非常健全的 你現在講的是針對個別一個事件 那不是個別事件 12月8號的民陣遊行 不打街的時候 我當時也是民陣的師 也是後任的中西區區議員 你們的指揮官 在沒有通知 不反對通知書 持有人 陳浩媛的情況之下 已經是不打街報房 而且我們 是拿著不反對通知書 叫你打電話過來 給陳浩媛 然後你們的人 都還在那裏報房 還用強光照射著我 和陳浩媛 以及其他的工作人士 和記者 是否構成襲擊罪 請處長你答是 還是不是 我想有不反對通知書 不代表你做任何事 都是合法的 你做不反對的事 無論你有沒有不反對通知書 那警察向市民去射強光 是否犯法 是還是不是 我想 我想 葉議員 如果我們在議會 應該作出一個理性的討論 就不是一個謾罵式 是 主席 主席請你裁決 我叫他回答 yes no question 是否是謾罵 問多一條 剛才我複述葉議員的 警察射強光是否違法 能不能回答 我想我們不能夠 這麼說 警察射強光是否違法 因為你看什麼情況 底下是放什麼強光 到時是否要制服這個犯人 是否要照明 我想我們作為一個理性的人 都不能夠這樣憑一句 就說是對還是不對的 主席 這個是常識來的主席 主席我的時間已經到了 我上嘴問不過不行 我交給下一位 好 跟著下一位 是不是任嘉儀 是 多謝主席 任嘉儀議員 是 多謝主席 多謝處長來到我們當中 那我相信 我本身是相信 處長是來到我們當中 是希望跟市民收報關係的 但是當我看到這個區議員 議會的文件 警務署的回覆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很詫異 就是我們問 究竟最近警務署接了幾多宗 投訴和舉報 警務署竟然是用了五段的文字 去講一些不相關的東西 甚至是教我們區議員 怎樣做事 區議員在這方面 應該擔當重要角色 必須與政府及社會各界攜手抗暴 同聲譴責暴力 秉以以身作則 支持警方撲滅罪行 首先我們這一份文件 是質詢你們警務署 而不是叫你們教我們區議員 怎樣做事 我們全部都是文選上來 我們會向我們的市民負責 而並不需要警務署 你們去教我們做事 我想問一下 究竟處長 你知不知道這一份的回覆 你有沒有看過呢 究竟 我想問一下 我有看過的 主席可以回答 首先我也看過回覆 回覆是回答了你們所問的問題 剛才你提到的章節 我們強調我們要與區議會合作關係 是非常重要的 而區議會作為區內市民選出來 我們都覺得是非常之是 要起領導的作用 所以我們對於區議會的工作 是非常有期望的 亦都希望一直合作下去的 謝謝主席 是的 主席 我幫我繼續 其實根據這個警隊條例 第232章第4條 處長管理警隊 是要符合行政長官的命令和管制之下 處長對警隊有最高指示和管理責任 你一個這樣的下屬去出一些回覆的時候 你竟然是毫無的一個猜疑的感覺 我對你來說是很失望 不過其實另外 處長我想問一下一些問題 你經常說網上有很多假消息 我是一個自身經歷來的 在元旦遊行之後 我在終審法院外面協助一些被捕人士 那我就嘗試去走近小去 還沒有完全沒有越過這個警察的封鎖線 警察已經舉槍指向我 這個是不是一個合法的行為 我完全沒有任何衝擊的行為 請問是不是一個合法的行為 警方舉槍指向普通市民 麻煩處長答案 好 任議員 如果就著你所說 因為我就不知道情況是怎樣 我也是正如剛才所說 不能夠就說 這樣就是還是不是 我們看上文下理 我建議你將這件事 我們會當一個警察投訴去處理 我們會認真處理 謝謝處長 警察投訴 你覺得自己毫無責任去管理你的下屬 不過不要緊 我還有其他問題 也不需要你作答 我沒有要求處長作答 主席 第二 我繼續說我當日的一個經歷 之後你們警察是用強剛去照射我的雙眼 其實直播已經指出 我已經和你們的警員說過 我是一個區議員 希望協助被捕人士 但是你們警員不斷地用強剛照射我的雙眼 我已經即時告訴你 我不舒服 但是你們警員回覆 就說之前我們都是這樣的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對於市民的應有態度呢 請問警察用強剛照射市民雙眼 是否構成襲擊 麻煩處長 處長麻煩你作答 那我想講講 你剛才講的個別事件 很歡迎你拿出這個側文實據 例如你的口供 向我們警方作出一個投訴 是否處長對於他們是毫無責任呢 你完全沒有督出你下屬的責任 不斷地要叫我們市民投訴 請問你的責任何在 我想這樣主席 如果我每一次想作答的時間都被緣打斷 就變成了這個不是一個溝通的平台 我相信整體市民對於區議會都有一個期望 希望有一個溝通的平台 而不是好像街頭那樣 大家拿著麥克風兩邊叫的 我希望主席你給我機會完成我的作答 任務員的題目很簡單 就是警察用強剛照市民是否犯法 我的答案也很簡單 我不能夠這麼說是否犯法 要看常文下你的 譬如說一個警察拿著槍犯不犯法 他拿著槍去捉炒不犯法 主席我明白 處長的一個答案 就是他要很dependent 我明白 你就不需要再講任何東西 我另外想再問 因為當時有警員稱呼我做蟑螂 蟑螂這個致詞去稱呼市民和議員 是否恰當 麻煩處長再答 我覺得對於任何一些貶義 說得不好的說話都不應該說 那你是否會下令要求警員 不再用蟑螂稱呼市民和議員 如果是任議員 覺得真的有件事發生 歡迎你投訴 當然我也認為 我們作為警務人員 是不應該說一些不當的說話 另外還有被捕人士 公布自己的名稱是否合法 警員是否不能夠阻止 當時有警員就說 市民的一個名稱是一個私隱 請問處長你的答案是甚麼 正如我所講 我要看回每一個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亦都不能夠一概而論 當時的情況 原來他喊過名字是通水被人走那怎樣 我想我們看這件事 作為議員不能夠太簡單 另外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市民在不阻止警方執法之下 譬如查身份證的時候 市民是否可以拍攝警員的工作 請處長作答 我是同意在不影響我們警務 執行警務的工作 市民是有權拍攝的 即是不違反其他法律的情況下 好 主席我沒有什麼問 多謝 就任嘉儀的問題 警方剛才答了 是不應該稱市民做蟑螂 我希望處長回去 是落命令執行前線警方 不要再稱任何市民作為一個蟑螂 請處長 好 接著下去是黃永志 黃永志 為何現場又說話 喂 現場第三個人 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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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先生請你離開 紅衣先生離開現場 麻煩 麻煩 這真是擾亂議會秩序 我們是很公平公正地在作一個質詢 麻煩 昨晚我亦都在我們的社區那裡 吃大排檔的時候問了我們街坊 究竟我今天問什麼問題 好 我想很多問題其實記者已經問過了 其實我相信 廚長 廚長都應該由花園 所以就叫我帶一樣東西過來 廚長 你知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請你答我給你十秒 就是砌山豬肉 這個是六七十年代我們那些街坊 覺得你們警察最惡名超張的砌山豬肉 現在就是這樣東西每天在我們香港上演 令到我們年青人個個都 怕了給你們警察砌山豬肉 香港市民個個都因為你們民風喪膽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可恥 在六七十年代 香港見到你們這些警察 因為貪污腐敗 所以都搞了廉政公署 處理你們這些問題 現在為什麼 這麼大的警察暴力持續了半年 都可以完全一個監察警隊的一個機構 都是沒有的 所謂這個監警會 根本就是名存失望 根本做不到事 這個是香港市民全部都見得到 我想問一下你 如果我要防止我們的市民 不斷在警署裡面 被你們警察虐待 毒打打到頭破血流 我要求在警署裡面 增加閉路電視 這個警隊的署長請來回答 可不可行 先回答這個閉路電視 署長 麻煩 你天天就不斷在砌市民生豬肉 在警署裡面 在眾目攜攜下 這些是街坊 還回這個生豬肉給你們警察的 主席我對於我想說話 時間被人滅聲感到遺憾 你可以先回答 你認不認同要在警署裡面 珍切閉路電視 因為那些街坊 每個都哭出來和我說 最擔心就是 不是小孩子 不是小孩子 上街被捕 而是最擔心就是 你們在警署裡面 對他們打到頭破血流 甚至是毀屍滅跡 首先我對於黃議員所說的 毫無事實根據 和這些假的消息 我是感到非常遺憾的 也希望主席 作出一個裁決 對於這些毫無事實根據的現實力 你答了一個問題 你會不會在警署裡面 添置閉路電視 我想主席作出這個裁決 麻煩 首先黃議員說那個 是我們很多時候見得到的意見 我作出的裁決 黃議員說的東西是對的 請署長回答警部署裡面 應該爭設閉路電視的問題 因為那是他的意見 好啊好啊 主席你這樣說 我都沒有你發指 那我回答吧 請問誰說話 請你自己出去 政部署同事幫忙 剛才說這句話的朋友 請他馬上出去 好了 對於警署裡面 加設閉路電視 我覺得在切實可能的情況下 是可以的 例如是些什麼呢 現在我們在一些犯人的監倉 由於之前發生過一些自殺事件 我們已經在行一些 Pilot scheme 就是裝一些閉路電視 但是是否全部地方都裝閉路電視呢 由於我們警署呢 也有很多其他人出入的 包括一些證人出入 那證人的私人應該受到保障的 所以呢就是在適當的地方 我認為是可以加大 不能夠全部加大 因為我都要顧及使人的 多謝絕情 你說的犯人監倉 是否售機留48小時那個地方呢 是我們警署的拘留室 有很多街坊是反映呢 其實最怕你們呢 就是那些沒有閉路電視 其實現在警署裡面是沒有閉路電視的 是 我想問你 你可不可以短期內做到這件事 令到市民起碼可以安心 短期內還不做到呢 好了 王議員我剛才解釋過 我們有些地方呢 要守身的 有些守身房 有裝閉路電視嗎 難道是嗎 剛才我都講過了 有些證人的 是平時證人來口供的 並非凡人的 那來口供 另外呢 凡人也有私隱的 也不是任何地方呢 就是可以錄的 那所以我覺得呢 在撤殺案的情況下 剛才我都提過了 我們警隊呢 是很願意提高探明度的 例如 其中呢 就是一個爭執最多的 就是說 那個監倉裡面 究竟會不會有人自殺啊 有沒有什麼情況啊 我們已經呢 陸續在那些地方呢 安裝閉路電視 多謝主席 好 謝謝主席 主席我希望呢 這個東西呢 能夠繼續再案 還有呢 我們呢 接下來可以跟進呢 警署裏面加裝閉路電視 還有警車裏面 加裝閉路電視的進度 還有呢 我麻煩警署呢 其實是收回你們的 這個 豬肉 不要再砌我們市民生豬肉 剛才你們說 這個東西是侮辱 其實不是的 香港有超過一半的人 評你們分是評零分的 難道香港有一半以上的市民 都是沒有緊力嗎 你覺得 如果是你 就應該反省一下 不要再鎮壓 學生 青年 剛才有些 有些 最愛國的人在那裡說 要愛國嘛 毛澤東都說 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 都沒有好下場 我希望 警署 其實是可以收回你的生豬肉 不要再鎮壓青年學生 主席可以回答嗎 可以 你回答 好了 首先呢 我再一次呢 對於一個無號無事實 根據的一個發言 說你砌生豬肉 我感到遺憾的 我希望呢 這位王議員呢 希望可以拿出你的事實 根據時間 日期 地點 在哪裏 我們砌哪個人生豬肉 我想每天四點鐘都有記者問你的 這件事 在過去半年 每天四點鐘都有記者問你的 主席上規的問題 可不可以主持一下會議 議員發言四分鐘嘛 為什麼好像互動式 問質問 搶答問題 可不可以主持一下 楊議員 我剛才說了 這次處長來到這裡 我們是一問一答認識的 不是搶答 我希望不要說話 當處長答的時候 我們都尊重處長 答了 我們先再follow 我現在聽到鐘聲了 他四分鐘都用完了 是吧 我們有同事不是計時間的 因為我看不到計時間的同事 OK 下一位 請黃建青議員 謝謝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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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表示強烈不滿 去跟我們議員 或者是市民好好溝通 和如果溝通的前提 是要我們承認是沒有警暴的話 不好意思 這些不是事實的東西 我們也是不會接受 今天不知道 這次處長來到議會的目的 是否想說服我們 和說服市民 接受沒有警暴 或者是沒有其他的目的 但是我可以說 你的目的其實是不會達到 因為我們是不會接受 是沒有警暴這件事 警隊作為香港最大的執法機構 被這麼多的傳媒多次拍到 對市民使用過份暴力 仍然公然在這裏犯法 而且還得到處長和特首的力撐 反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完全是一言堂和昌江子的本色 令到香港有一個文明的社會 變成比第三世界更加不堪的地方 你們又浪費警力去兇一些 無辜的學生和小孩子 其實我是知道你們警察 在去年九月開學的時候 去到一些學校附近 在搜一些學生的書包 那些學生是穿著校服去上學 那當那些學生問警察 為什麼要搜我書包的時候 你們那些伙計很兇地說 是不是襲警啊 你們浪費了警力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每天要去逼迫和抄牌 就說不夠人 其實這樣是製造更多的社會混亂 所以對於製造社會混亂 你們是雜無旁財 根據你們給我們的數字下 答我們的文件 自從去年的六月開始 你們說在公眾活動裡面 一共有七千人被捕 但是呢 就得一千人是被落案起訴 這樣的比例足以證明 其實你們是濫捕 七二一八三一 雖然不在我們中西區發生 當我們 我就不會去詳細問這件事 因為我相信你都會用這個藉口說 不是中西區發生 不去回答我們 但是打傷人 打死人 有人被自殺和失蹤 都是我們香港人 在傳媒的報道裡面見到 我也都相信這些絕對不是 Fake News 也都不是處長你說說沒有 或者沒有可疑 就可以蒙運過關 十八區的我們都是香港人 我們是不會放棄追究責任的 還有處長口口聲聲說暴徒 其實那些暴徒是不是就是有委任證 不拿出來那些人呢 那我就想問一下處長 你是否認得了你所有伙計 每一個伙計的樣子呢 如果他在你面前說是伙計 他不收委任證 你是否相信他呢 處長可不可以回答呢 好 麻煩處長再回答 多謝主席 那我先綜合回答 我一樣呢 就和王議員共通點的 就是不是事實的呢 不好意思我不能夠承認 等於你說警暴這件事 我不能夠承認 因為這個不是事實 剛才你說到 就是說打死人 有人令到失蹤 這個我是非常遺憾的 因為警察打死人 譬如831 其實已經多次出來澄清 又是說我們警察令到失蹤 多次出來澄清 這些根本就是不真確的東西 是假消息來的 那作為議員呢 我相信你應該 如果你認為不是 請你拿出證據 因為實情你拿不到證據 因為這個不是事實 所以對一些不是事實 而是一個這麼令人信賴的 緣的身分 還去將這些假消息 繼續去擴散 說出去自己 不去澄清又說 我都覺得是有些遺憾的 那另外呢 就是有關於濫捕的問題 是你所說的 那處長在問你委任證的問題 好 我先回答你委任證的問題 那我覺得呢 我們作為警務人員 是我們要是穿制服 要是應該有個號碼 要是有我們的行動符號 或者是我們應該便裝的同事 在切實可能的情況下 就要拿出委任證 這個我絕對同意的 因為我們作為警務人員 是責任是被公正人士辨認到的 那 在多次的運動裏面 你們都不称委任證 那我所說呢 有些情況 我們都見到了 有個人開完槍 我們拘捕了一個人 市民第一時間 不是離開的 開了槍 危險的 第一時間呢 是包圍著那些警務人員 問他拿委任證的 那沒有意思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個開槍的犯人 開完槍的第一件事 當然是控制了犯人先 先找人來幫忙 先出示委任證 好了 至於剛才你提到 我們拘捕了7000人 現在檢控了1000人 至於其他6000人 我們一直都在繼續調查 因為實情調查需時 因為我們都留意到 近這幾天 有些所謂 之前拘捕了 他不願意擔保踢保的人 都陸陸續續被我們 拘捕了之後 繼續檢控 所以對於其他的調查 是一直都不會停止的 那謝謝 那我想問 不称委任證 是不是犯了你們內部的守則 還是犯法的呢 麻煩處長答 正如我剛才所講 我們警務人員 是需要在合理可能的情況下 出示委任證的 如果他沒有任何的合理原因 而不出示委任證 這個可能會構成一個紀律的事項 那是不是就是說 如果有人自稱是警察 不拿委任證出來 說要搜身 或者是抓我們 那我市民是可以 請問署長市民 可以怎樣去回應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麻煩 麻煩你 黃議員 剛才我提過 當我們警務人員 特別是便裝人員 當我們要執行警權 又或者要跟市民 是有一個interaction的時間 是必須要在合理情況下 出示委任證 剛才我提過 我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在大埔的例子 有一個開了窗的犯人 剛剛開完一窗 我們按住他 第一時間當然要控制他 看看有沒有其他人 會不會搶犯 有沒有同謀 在這個情況下 我認為他不是第一時間 出示委任證 絕對是合理的 而我看回那段影片 我同時也第一時間 就問座長的人質 有沒有人受傷 我覺得這個是負責任的行為 當我們威脅解除 我也同意他 同時也第一時間出示委任證 如果不出示委任證 就是有機會違反 我沒有講到 你剛才講的那個情況 其實我們見到 記者也拍到很多情況之下 不是在一個混亂的情況之下 你們的同事也不出示委任證 只是說他自己是警察 還是很兇地控制市民 這個做法 是不是有片的時候 市民就可以去投訴 或者就可以去 你們就會去跟進事件呢 可以回答嗎 是 請作答 謝謝你的提問 只要你能夠 趕時間日期 地點有證人 或者有任何證據 歡迎隨時來作出投訴 一定是公平公正調查的 多謝 我不知道 在警察投訴貨 是你們的人 監警會 我們也知道過往 是甚麼都做不到的 這兩樣東西 其實可以說是 這兩個監察 所謂的監察機構 可以說是廢的 所以其實我們市民 和我們議員 我們是不會放棄追究這個責任 和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另外還有 剛才還有一個問題 處長你還沒回答我 關於暴徒這個問題 沒有提醒議員 即是夠四分鐘了 看我的標 我都聽不到鐘聲響 我再重申一次 議員質詢 處長再回答 共同四分鐘 共同四分鐘 我很怕處長四五分鐘要走 因為 好不好 好 那是否夠鐘 你夠鐘了 對不起 因為我記得看我的標 五分鐘有多 五分鐘聲 我們聽不到我叮叮 麻煩同事叮得大聲一點 行不行 我不知道在哪裏 好 接著彭家豪議員 我要爭取時間 我怕處長夠鐘職走 我們問不到 你不問你示意了好嗎 彭家豪議員 麻煩 主席 主席大會 警務處長 今天來臨我們中西區的會議 剛才處長都說過 我們今天講的 其實是一個理性的批評 基於事實去作出一些討論 那我就不會在這裏 就是會 罵你們 或者去作出一些情感的宣洩 因為要做的很多市民 或者很多議員 七個月都做了 這個世界就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亦都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我想其實 我不會在這裏再舉一些 關於你之前警隊違反那些什麼守則 什麼條例的例子 我不會在這裏再講 我想社會 這個社會 或者任何世界一個社會 是沒有人反對警隊的存在 所以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不是警隊應不應該要執法 而是執法的尺度要怎樣遵守 或者是違反了一些條例或者規則 有什麼制衡的機制 而那些機制是有效的 而你剛剛舉的例子 譬如市民去打爛一些商鋪 或者是縱火 打人等等 其實大家都見到的 就是我們有新聞片段 大家都眼睛是看到的 但是他們是受過司法的制裁程序 有些示威者判了入獄 但是如果違規的警察呢 他們是否需要受到這個司法的制裁呢 我想這個要想一想 那其實我今天要講的就是 其實警員執法是要跟回警例的 大家都很清楚 因為大家都是維護法紀 我想你們是真心相信 是真是自己做的任務 是維護香港的法治和紀律 是執行香港的 維護香港的法例 那其實跟警例是一個很正常要做的事情 那你都帶了委任證 那是正常要做的東西 但是只不過我想帶出的一點就是 無論示威者用什麼武力 他很暴力 辱罵你們 都不可以為例 你們是沒有口的 是不能夠justify 去合理化你們所做的違規行為 我想說 這個正正就是你們入學堂講過的不信思 不對他人懷惡意 不敵視他人 你們全部入學堂是悔過了的 其實你要對得住自己的制服 對得住自己的紀律操守 我們要討論的不是你們究竟 究竟在現場應不應該執法 是否在現場出現 我們從來沒有反對過警察的存在 只不過你們執法的尺度 是否需要反思和檢討呢 其實為甚麼市民 這麼多市民在講解散警隊 我覺得如果我是一個警務人員 我覺得很羞恥這句話 解散警隊 作為一個紀律部隊被人叫他解散 其實是一個很羞恥的行為 但是大家要想回 為甚麼他們會這樣去講 其實不是一朝一夕去造成的事 有些人犯了法 是要拘捕我認同的 但是 是否代表你可以濫用的程序 你待會就可能說 你舉一些例子 我不認同 你要用個暴力 我不用回答了 其實大家都見到你違反了 我舉例 警隊條例 公安條例 認事情程序條例 警察紀律規例 警察通例等等 這些我都不再講了 因為過往的七個月 八個月 很多人 市民記者都講過 我希望 你喜歡回答是好 不回答是好 我想是 我想同處長 和在座警員去講 大家去反思 去想回自己這七個月做的事 是否真的對得住自己 入學堂所宣誓的事 如果是覺得自己稱職的 遵守規則的 沒有問題 但是 我想大家 警察要反思 好 交給處長 多謝主席 實現 首先 我很贊成彭議員的說話 就是說 任何人犯法 包括警務人員 包括我自己 任何人犯法 都是不對的 都是要制裁的 我們警方也是有規例要遵守的 規程問題主席 時間已經夠了 是啊 聽到鐘聲 不好意思 處長 我對於不給他回答是遺憾 但這個是你決定的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或者主席 可不可以把那個timers 轉回來給我們看 因為問題的時候 就不知道時間 我們以後要做一個巨型的timers 才行 好嗎 timers 轉回來給議員看 如果你說了四分鐘 處長不能回答都很淒涼 不好意思 或者我建議 因為四分鐘裡面是預計 處長 是啊 我開口 三分鐘的時候 你們議員看到一個鐘是調轉 處長看不到 或者我會否提一提 你想我幫到手 因為我都想公平地給處長去答 總之自己就遇兩分鐘問 我希望處長都有兩分鐘答 是一個公平的機會 不好意思 彭家豪議員 因為處長都答不到 對不起 希望那個誓言 能夠令到所有警務處的人員都記得 好 接著下來是吳兆康議員 看著時間 多謝主席 鄧炳強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對警察不滿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市民學生 社會研達 神父牧師都對警察不滿 因為我們覺得不公道 我們見到721831不公道 我們見到你們殘害年青人不公道 我們見到防暴警察圍困 我母校的人在半山的茶餐廳 不公道 我們見到防暴警察封鎖 沒有示威者 但是有腦有亂的半山行人電梯 令到半山居民被迫在上面吃催淚彈 不公道 我六十幾歲的爸爸媽媽 參加完和很多半山居民一起 參加完一些合法的示威遊行 經過中環上回半山的時候 突然間被防暴警察跳下車 拿著步槍 拿著警棍 拿著催淚彈 拿著催淚彈的發射器去止住 用粗口去問候 我們覺得不公道 你們對市民的行為 只會令到局勢火上加油 令到更多人痛恨警察 區議會選舉 市民已經發了聲去對警部說不 我們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我們認為這樣才可以緩和局勢 鄧炳強 警方在我區出現的時候 我一定多數有機會的話 我就會去到前線那裡 去到監察警方 但是妹妹我去到前線的時候 我穿著出衣 西褲 戴著議員證 去到前線的時候 警方就用粗口 用強肝燈 用警棍去不斷照射 用粗口去辱罵我們 我想問一下鄧炳強 究竟警察 這些警察失控了 還是這些警察是你們的指示之下 他們用粗口去執行職務的呢 可不可以回答這個先 好 麻煩處長 好 多謝梁議員的 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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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違法警隊 違反警務處長所講的說話 去講粗口的警察 你還給他拿捕槍 甚至現在要買電擊槍 你失控警察怎樣可以拿槍 你可不可以跟警察講 跟前線警察講 不要再用粗口 還有用武器指著手無寸鐵的市民 甚至議員 甚至記者朋友 可不可以叫他們不要講粗口 麻煩處長 正如我所講 任何不當的議員都不應該講 但我對於剛才你所講的 我不能夠認同 你說我們警務人員失控 我們不能夠認同 在過往的七個月 我們警務人員 是用盡一切的我們努力去堅守我們的工作 我給你太極時間 在前線的時候 我都見到很多警察不當的情況 我一去到現場的時候 就找警民關係 見到警察有點不行 我找警務關係 很難找到的 就算找到 警民關係在電話裡跟我講指揮官決定 我去找指揮官 指揮官就被很多講粗口的警察包圍著 找不到的 都開會了 第二天了 開區議會正式地請他們來 他們不來 這些是會令到居民愈來憤怒 連區議會都不去解釋 你可不可以 你今天來區議會 你可不可以叫你的指揮官和高級警察 在我們當亞大主席想請你來區議會的時候 前線警察 指揮官等等 都可以來到區議會應約 解答我們的問題 將來 主席 可以作答 多謝你 首先我們指揮官每一個區議會都要出席 都是會出席的 會解答你們一切的問題 但是就是 夠鐘 又沒得又被滅聲 不好意思 不是叫滅聲 我們是根據四分鐘的條例 請在席的唐聽者 剛才誰出聲請問 自己認出來 說得出來 請你站起來出去 主席 剛才那個人 他一路講粗口 然後自己走出去 藍絲質素就是這樣 麻煩 剛才誰說話 請你自己走出去 這個議會不歡迎你 DL請你找人看著 好了 下一個同事是 吳凱欣議員 麻煩 多謝主席 其實今天我和金賴委員集了一份文件 就叫做押止警察暴力才能令香港回復平靜 警務署的回復就是我們這個標題有誤導性 我想處長你回答我 究竟我這個標題有什麼誤導性 麻煩處長 好 首先 你是說警察暴力 即是說警暴 我相信我們不應該認同 因為我們是因為暴徒作出一些暴力的行為 或者作出一些違法的行為 我們是出來維持治安 我們是出來要維持治安的 所以我們才有需要我們介入的 多謝主席 我明白 明白 處長你那個回應 但是你都見我們在座議員的桌上面 都會有一些相片 這些相片都是我們網上 報紙雜誌 或者是我們直播片段裏面拿出來的 這些就是我們所見到的警察暴力 所以就套用處長你剛才所說 拿出證據來 這些就是證據 請你記住 第二件事 我想說 主席 剛才處長所說 說很多的假消息都是 他呈現了很多次都是沒有人相信 那同樣道理 為什麼我們不相信你們所說 831是沒有任何的死人呢 就是因為你沒有拿出證據 所以請你拿出證據來 證明你們是沒有打死人的 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我想說 既然你們說 剛才一哥都有講過 任何暴力都是不對 其實暴力不單止是肢體上的暴力 還包括議會的暴力 我想問一哥 我們五大訴求裏面 有要求立即普選行政長官 和立即普選立法會 我想問這個制度暴力 現在在香港已經在做的了 你贊不贊成 我們要立即普選行政長官 和所有立法會的議席 好 麻煩處長 多謝 首先第一樣 就是有關照片 我要重新一次 照片我們不可以只看照片 這張是真的新聞片 不是 我意思是說 譬如這個新聞片 那個人可能是走過去搶架 沒有指著他 有機會 譬如大家有幾個例子 就是在沙田新城市廣場 有一張照片 就說有個警務人員 拿個盾牌打個小朋友 但當你看完整段片的時間 他是在保護著小朋友 另外聖誕節有一張照片 就好像一個 穿聖誕服飾的小朋友 好像在那裡 就是對抗警察 其實在那裡欣賞警察 好了 第二個我也想說 就是說 有關於 就是 所說的 雖然第二個 是的 要我們拿出證據 證明一些事情是否發生 831有沒有死亡 是的 我們已經多次澄清 我們說了是否發生 但是你說怎樣證明一些事情是否發生 我想問一下 就是怎樣 譬如有個人 有一個指控 就說是 五議員 你那天去了哪裏 逛街 你拿個證據證明 你有沒有去過 要證明一件事有沒有發生 是很困難的 可能我剛才舉這個例子 你未必最適合 但是要證明一件事有沒有發生 是非常困難的 譬如你怎樣證明我今早沒有喝可樂 我也不知道怎樣證明我今早沒有喝可樂 好 另外對於你後來有關於政治的問題 我們警務處是負責一些刑事案件的調查 刑事案件以外的事情 不好意思 我是對於政治我不認識 沒有興趣也都沒得回答 麻煩 主持有一個問題 其實現在就住那個社區上面 都是少了警員去巡邏 我想問現在 我想問警力怎樣分佈 究竟是否把所有的警力擺放去處理遊行示威 那裏 還是你們應該要暴行巡邏 你們全部用車去巡邏 我想問你們是否疏於職受 帶頭破壞社區案例 好麻煩處長 好啦我亦都不能夠認同你的說話 那就是這個暴徒所引起的一些暴力行為 或者社會的一些disturbance 實情真是令到我們用了很多時間 那我們其實警員 現在在那個警力容許的情況下 亦都是多了很多出去巡邏 亦都是這樣破了很多案的 多謝 下時間夠 好麻煩下一位是梁仿惟議員 多謝主席 我今天選擇蒙面 因為我除了一個區議員之外 我更加是一個香港人 一個是你和你的同事口中 所謂的暴徒 可能處長和這群支持者是不明白 為何七個月以來 仍然有這麼多香港人堅持要上街示威 可能是因為林鄭政府的資政不力 可能是因為香港的政治制度 吸藏不到年輕的聲音 但更大的原因 激起連續的衝突 一定是因為香港警察的暴力 不是中西區的我不說 但是那612事件 剛才葉錦龍議員已經說過 中信遺城事件是一個不合情理 完全是不明白 為何要向和平示威的市民 施放催淚彈 我再和你同事這樣說 拉闊一些畫面來看 同一日 在外町報廣場 有送水的市民 被防暴警察亂棍毆打 有行動不便的外籍人士 在離開的時候 被你的同事 用胡椒噴來噴她的臉 有記者去採訪 你的同事回她一句 寄你老母 我想問一下 在這些有新聞片段 這麼明確的證據之下 為何到今時今日 仍然沒有一個警務人員 要因為6月12日的執法行動 去停職 或者去面對紀律處分 請處長你回答 好 麻煩處長回答 首先就是梁議員 不是蒙面是暴徒的 一定有暴行 再出一些暴力行為才是暴徒的 所以我猜你應該不是暴徒 只是蒙面而已 另外就是對於612事件 剛才我都講過了 實情我們警監會 亦都有一個調查 在這裡進行著 我相信亦都是不太適合 逐個逐個細節在這裡討論 所以你最後一個問題是甚麼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遲掌 我們問為何到現在 仍然沒有任何警務人員 需要停職 或者面對紀律處分 因為我們見到 就是其他的政府部門 有公務員被捕之後 就已經被停職 有教師被捕之後 也被教育局停職 為甚麼你們警隊 是甚麼新鮮蘿蔔皮 是可以不用面對停職 去接受調查 我們警務人員 是跟其他的公務員都一樣的 如果有證據 是認為有需要的話 我們也會做出這個 無論是停職 或者其他的行為 紀律處分的行為 但是到目前為止 是可能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主席 可否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見到一些記者朋友 我看見到一些記者朋友 我看見到一些文件 有些都是屬於機密的 好像不太適合 這個情況可否處理一下 我想記者不會拍你機密的文件 我相信記者的專業 主席 主席 我希望提醒各位記者朋友 影報員作為文件 我跟著來說 這個不是問題 只是想最後做一個評論 其實在座各位 其實我們經常見到 經常說人畜之別 最大分別就是人 是立刻自我反省 我可能見到一個人 去指責警暴 可能說是偏見 但是你見到幾十萬人 二百萬人 都一起去說有警暴的問題的時候 麻煩警務處 是真的反省一下 到底自己過去七個月的所作所為 是不是真的好像可以你們這樣說 走得光明正大 在過去六個月 我們做到現在 其實都是見不到警隊 是有絲毫自我反省的跡象 我們見到每天四點鐘的警方記者會 每天都用不斷 用不同的謊話去蓋謊 去扭曲事實 例如我們見到有些 所謂什麼yellow object 或者我們見到什麼 是說用腳去推開一個人 這些說話都是極為荒謬 我們都會見到整個警隊 上次處長 下次前次的警員 都沒有反省能力的時候 即是代表緊外的香港警隊 整個制度 由訓練到執行到投訴 整個制度出現了極大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 唯有這一刻 唯有解散香港警隊 重組警隊 香港才有出路 好 處長你不用回答 多謝 好 我見時間都差不多了 好 下一個 請今兩位議員 主席 麻煩我們三張相片 是 請拿出來 是 請拿出來 可以 我會放出來 主席 處長 我想剛才所講的發言 令我非常非常失望 612 金鐘 請那位講說話 講電話的朋友 請你突然離開 離譜 主席 有人拍手掌 請主席裁傑張 那位拍手掌 有人說出去 主席 八一一在太古站 在扶手電梯前 主席 在最右角那個位 那個人在那裡叫囂 請選擇裁傑左兩位出去 麻煩 麻煩 保安幫手請他們離開現場 離開我們會場 請他們立即離開 立即離開 不准再回來 金議員請繼續 申請時間 主席 麻煩你補一點時間給我 八一一在太古站 在扶手電梯前面 近距離行形式射擊乘客 八三一太子站 警察在站裡面 無差別攻擊車廂內的乘客 一一一一在西灣坡 開實彈射擊手無寸鐵的學生 原單日 銅鑼灣拉左至算的大拘捕行動 全部都是事實 因為我們拉闊了來看 四點鐘的警方記者招待會說 沒有違法的事 警察就不會使用暴力 好像剛才處處說 不能夠單憑一個鏡頭 判斷就落個結論 這些都是廢話 香港市民眼睛是雪亮的 當警察不斷在那裡說髒話 當不斷用一些強烈的電筒 照市民記者議員 在年輕的學生在街上問警察 你的良心去了哪裡 跟著就被打到頭破血流 都是有事實的根據 在商場裏面 警察主動撞人 警方的發言 方言的方言 就說說聲 麻煩借名就可以解決到 今天我見到PK等的真的是PK 竟然說金乃威是反對暴力 我真的很支持反對暴力 我才見識到什麼叫段章取義 處長 我再告訴你剛才我反對什麼暴力 我讀一次給你聽 我反對議會的暴力 反對制度的暴力 反對DQ的暴力 反對警察的暴力 我是反對這些暴力 不要斷章取義 這些 處長你說警暴不是事實 你就跟絕大部分香港的市民作對 大家眼睛是看到的 大家有40%的市民被警隊零分 就告訴你警暴是事實 我想說 如果單憑在電視看到的鏡頭 警車 開著電單車 撞市民的警員 開槍射記者的眼 示威者被制服 黑警走過去踩著他的頭 又有十幾個防暴黑警 圍偶一個 攤在地上全部反抗的人 全部都是拉闊來看 有事實 有真根據 如果用這個朱經緯的案例 單憑一個鏡頭 已經要坐牢了 用這個標準 警隊起碼有幾百人要坐牢 加起來會坐幾十年牢 第三 處長 主席 我只是想說 即是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你是處長 你繼續 把你的頭放在沙堆裏面 不承認有警暴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 如果是正義思思 為什麼要蒙面呢 你告訴我這個人 究竟是警察 只是葉繼歡 是汗匪證是什麼人 他有什麼電光火石 連那個委任證都不拿出來 你告訴我 有什麼這麼緊急 他持槍而已 他開槍射人嗎 現在 為什麼沒有委任證 你的證 為什麼他不給 你真的是PK 我代表我的市民告訴你 我是不接受這樣的警察 請你收皮 來吧 我要求 鄧炳強下台 警務處長下台 講完 抱歉 處長 因為四分鐘 金乃威時間完了 主席 我覺得非常遺憾 是 是不給我 請現場說話的人 立即離開 現場立即說話的人 離開 好 我給鄧炳強 我給鄧炳強先生 簡單回應 請你立即離開 請你立即離開 警察 是否可以幫忙 有人是違反在這擾亂 好 謝謝處長 好 不好意思 我先簡單回應 很快簡單回應 第一樣 對於剛才阿甘元 對於我個人的侮辱 我是會原諒他的 這只不過是顯示出他的氣量而已 好了 剛才阿甘元說出 你顯示了一連串的暴力 他完全沒有提過街頭暴力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是贊成街頭暴力 即是贊成11月11日 在馬安山人是被人鑑生 臨火上衣 是點著的 你是否贊成1113 在上水被人用磚頭扔死暴力 我就不敢苟同了 剛才你提到一些字眼也不能夠認同 你說811太古行形式 我絕對不能夠認同 我們是有用過煙 是沒有用過行形式 這個我絕對不能夠認同 831我們拘捕過暴徒 並非無差別打人 也不能夠認同 在沙基灣我們是開過槍 因為有人指導搶槍 不是向一些手無寸跌 完全沒有任何人開槍 多謝主席 好 接著下一個 許智峰 好 爭取時間 剛才你開始發言的時候 你就數了一系列 即是認為香港人一不是 這班年青人自威者一不是 你有很多的例子 我現在只是很簡單問你 剛才有個議員問你 你說是沒有警暴的 你不認同 我只是再簡單些 我退一萬步問你 在處理這次的反送中風波中 警方有沒有任何過錯 有沒有任何過失 實當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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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想說說 不是所有年輕人都是暴徒 我所說暴徒 就是真的出來 是進行暴力的事情 我會回答 因為你說了 我當然要回答 請你不要面對我 發言 好了 至於你第二個問題 雖然是 警方有沒有任何過錯失當 整件事裏 肯定一定有改善的空間 你想想我們過往七個月 請你講出來 我們一定會詳細檢討 很多方面的 可能是 可能 不要油花園 我想問你不給他答 你說任何空間在哪裏 主席 請你主持會議 好像變成孔志峰做主持 這是我的時間 但不要打著別人說話 我都想聽 改善空間在哪裏 改善空間 我們改善空間在很多方面 首先 包括在行動策略方面 是否可以改善 我們和傳媒聯絡是否可以改善 包括我們的策略是否可以改善 包括我們的裝備是否可以改善 包括我們同事 本身同事民的接觸態度 是否可以改善 很多方面可以改善 多謝 只是以上有改善 其他的事就沒有做錯 是嗎 是麻煩主席 是否可以改善 我所說 我所說不能夠盡落 都是我們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可以改善 不能夠 所有事都沒有說 我再問你 好啊 你發言都講到一些 拘捕的數字 有超過7000宗 在這個風波裏面 有1000宗被起訴 當中 為何沒有任何的警員 他們 我也都見不到 有任何投訴警察 剛才叫很多議員 去投訴 一宗都沒有成立過 一宗警員被起訴 都沒有 一宗警員被定罪 都沒有 你們究竟是完美無瑕 還是縱容包庇 你看看這個牌 包庇警部 警隊支持 在講你 鄧炳強 請你回應 好 麻煩處長 多謝處長 我想講講 正如我所說 任何人犯法 包括公職人員 包括警察 任何人犯法 我們都會跟正去做 我問你為何一宗都沒有 問題就是 到現在沒有足夠證據 有證據我們高了 為什麼7000多人 就很有證據 是 警員就一宗都沒有證據 我們每一宗 包庇是否中容 我絕對不認同 你作為最高負責人 剛才你說的 我絕對不認同 絕對不認同 我絕對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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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 還有1分11秒 剛才有議員都講了 警隊是9個紀律部門裏面 最低分 有4成市民比0分 是歷史身低 剛才你說 罪案沒有試過 我喜歡這麼高 身高 你們的形象 你們的民望 是歷史身低 為什麼 警隊你講講 麻煩處長 我們也是理解到 我們是在公職的 perception裏面 是比較差 也是有下滑的情況 為什麼 首先 你平衡幾個紀律部隊 有很多人來比較 大家公眾不同 消防救人 我們去觸察 當然有些壞人 是會什麼 很多原因的 包括很多市民 被假消息 假新聞誤導 第二 包括我們要執法 有些人認為 他要爭取他的事 要用非法的方法去執法 他要用非法的方法去達到 我們要執法 一些非法的人要去犯法 自然會不喜歡我們警察 當然 我們這些警方 是不是很有改審空間 絕對有 包括是否可以增強透明度 包括我們同事 是否應該繼續保持尊嚴 有了 假新聞 警察射盲眼 是否假的 警察用電單車撞人 是否打的 兜群打到頭上 是否假的 麻煩處長答 我想說說 如果你說說 有關於 尖沙咀的少女事件 我們都很想查出真相 我們很想拿出醫療報告來看 但是可惜 就是被人家 用一個司法覆劃的情況 令我們不可以運作真相 會和香港人道歉 這六個月的警報問題 我想要報歉 那些暴徒 要對社會造成這麼大的傷害 是要暴徒 包括一些被我們拘捕的人 你應該向社會道歉 你什麼警隊的羞恥 下一位 案件這個是侮辱性的說話 韓志文議員 謝謝 剛才你開場的時候 就不停地說 暴徒暴徒暴徒 你說你拘捕了暴徒 我覺得這個說法 我是表示相當之遺憾 因為你剛才都說了 你是拘捕了7,019人 告的只是1,029人 定罪 只有38人 既然你拘捕了7,000多人 裡面只有38人是定罪 為什麼你要說 拘捕了的 就已經是暴徒 香港我們是普通法 是無罪推定 一日未定罪 都是無罪 為什麼你可以 所以 肆意不停縱容你 以及你自己的下屬 不停說他們是暴徒 第二 你剛才說了很多 說 是不應該說粗口 你的下屬 江永祥也都多次 在記者會裡面提到 講蟑螂的說法是不理想 你剛才答許智峰議員的時候 也都說了 說你們的行動、策略等等 是有很多的改善空間 但是 我們 時至今日 由612開始計 已經是超過7個月 為什麼在7個月時間 這麼長的時間 你可以說短 我相信 是很長的時間 為什麼7個月 你都可以繼續容許 那些事情 是繼續不理想地發生 你是不是沒有能力 去控制你的下屬 是做一些理想的做法 你是不是沒有能力 去改善你們的行動 為什麼7個月都還沒有改善到 如果你沒有能力的話 你應該下台問責 我是懇請 你是盡早下台 並且我是支持解散警隊 重組警隊 因為我感到我們現在的警隊 是非常之不濟 請PK鄧回應 麻煩 好 麻煩處長 好 謝謝 首先你提到 我們拘捕了7千多人 拘捕了1千多人 定罪只有38人 因為其實很多案 是未去到審訊階段的 不是代表那千多人 那未去到審訊階段 為什麼你可以叫他們 暴徒 麻煩回應 那就是 暴徒不在於他 是不是能夠在法院定罪 對於這些 在街上打爛了些東西 就算有些沒有 沒有抓到的人 不是全部抓到的人 很多沒有抓到都是暴徒的 在街上放火 打爛了些東西 說了很多次 什麼都要講證據 但是現在未有證據起訴到他 為什麼你說他們是暴徒 主席可否維持會議的紀律 讓我回答問題 剛才何議員問回你的問題 請你回答 好 對於這些人 除於暴徒之外 我也不知道應該用什麼 其他的形容詞 更加 我提供給你是示威者 市民 懷疑 如果不用暴力的就是示威者 用暴力的就是暴徒 好了 剛才你提到我的能力問題 我想這個不是我自己講 我自己講沒用的 是社會人士講 社會人士就是不認同 可能有部分人不認同 超過一半人給你零分 我想都有些人認同的 小部分 很不好意思 我不是問責官員 我又不能問責下台 多謝主席 你可以辭職 你會否辭職 講 請回答 處長麻煩 主席 請叫處長回答 麻煩處長回答 何議員會否 你自己會否辭職 多謝我理直氣壯做得好 只是一些懼怕我正義的人 想我辭職 多謝 好 時間夠沒有 我想再問 時間未夠 還有時間 你們呢 現在在社區的巡邏 你剛才說多了破滅很多罪行 我不知道什麼罪行 但是我想說 區內很多違法問題 我和你們的警隊 警民關係科聯絡 叫他們處理街上的違法 泊車問題 但是他們說 你們人手不足 沒有時間處理 所以不處理 處理事情 要分緩急先後 你們說違法是不急 所以不處理 你有什麼解釋 我想緩急先後 這個是事實來的 不是違法不急 難道有劫案不去做嗎 難道有人打爛銀行玻璃 我不去處理 西區有多少劫案 有多少違法 我們是違法到連巴士都住不了 真的 好 時間夠了 下一個請張啟恩議員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鄧先生 有三幅相片給你看一看 麻煩你 看一看 究竟 裏面 這三幅相片裏面 有哪一個是你的伙計 你認不認得出呢 請問 哪一個 還是全部都是 還是全部都不是 請你回答 是 這個問題 是 我是這麼遠 一來看不到 另外 好 好 我可能是不能夠即時說 是不是警察 為什麼不能夠即時說 這位 警察 是不是警隊人員 這個事後 我知道是警察 事後知道是警察 好 第二位 這幾個無面人 是不是警察 我這一刻不知道 這刻不知道 事後知不知道 我這一刻不知道 現在不知道 我這一刻不知道 第三是一對像便衣的人物 是 是 是不是警察 我不知道 我想講講 就是說 當我們的同事 在切實可能的情況下 就會拿出委任證 如果是不拿出 確實是有 不完美的地方 不對的地方 我想講一句 如果 處長你 這樣看上的話 你現在 可能 當時不知道 現在你都未必分辨到 我想問我們一般市民 怎樣可以分辨到這些 蒙了面的人 甚至他手上有武器的人 會是警察 還是劫匪 因為 自從 上年 這三個月以來 其實已經有兩宗 就是關於 一個警察拒絕出示委任證 和蒙面 帶來的一個惡果 包括有一宗 就是在10月25日 沙田荔浩酒店 有一個男子 他就冒稱是警務人員 跟著就進了房間搜 搜完之後就搶劫 另一宗就是完蛋日 有一個市民在屯門附近 他又是被兩名男子折查 當然他們沒有出示委任證 這一個都是因為 警隊給市民 一路以來的感覺 就是可以不出示委任證 執犯 就算市民要求 我想很多之前的新聞片段都拍到的了 是警方拒絕出示委任證 跟著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這兩宗的 這樣的蒙面劫案 務警的結案 我想問問 這些拒絕出示委任證 並且蒙面的犯人 怎樣是可以令到市民 去跟一般市民說 因為我們是區議員 我們都會跟市民溝通的 怎樣將他們 跟你們的伙計區分出來 好 麻煩處長 我很同意張議員所說的 我們警務人員 應該盡可能 是能夠被人辨認到 包括穿制服 應該有個號碼 或者行動符號 又或者變成同事 應該拿出來的委任證 我絕對同意 這樣看的照片 我也很難知道的情況 可能對面剛剛有一天 準備扔汽油彈 我們當然是防禦扔汽油彈 保護其他人的生命安全 是比立即拿出委任證 如果遇到的情況 他應該拿而不拿出來 這個是不恰當的做法 那你又說行動符號 我見到有很多你們的伙計 其實在你們本身 應該放行動符號的位置 其實就放了很多奇怪怪的東西 有一些標語口號 甚至有驅奇 我想問這一個 是不是你們警隊 統一的制服 麻煩處長 在行動符號的位置 應該是放行動符號的卡 放其他的物件是不恰當 放其他的物件 遮住人 看不到行動符號是不恰當 麻煩你回去處理 最後一個問題 既然剛才這麼多議員都講過 還有你都回應過 稱呼市民做蟑螂不當 講粗口是不當 將這些標語 展示在行動符號的正度不當 你叫我們可能去投訴 可以監警會 或者會有報告 不過問題就是 他們委任證 我們看不到 我們投訴無門 我想問 作為所有警務人員 你是他們的一哥 請問你會不會代表他們 和廣大的市民道歉 麻煩一哥答應 我想對於 如果有你剛才上述的情況 你可能 你可以將時間日期 地點說出來 我們有辦法 可以辨認到我們同時 還要進行一個紀律的處理方法 或者全部都在處長投訴 因為沒有符號 沒有號碼 好 楊浩賢議員 楊浩賢富士 我想問 剛才是否有警務員阻止 記者拍照 記者好像被警務人員阻止了 你又阻止記者拍照 哪一位 不是 記者或者不是 請幾毛人員來開 快點 記者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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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新聞採訪自由 好 浩賢快點 同事麻煩 612片段 和警察開電單車片段 麻煩 同一時間 我想回應少少問題 為甚麼有些同事 投訴找警察幫忙 找不到幫忙 那些警察務人員去了哪裡 我想告訴你 那些警務人員去了哪裡 派了幾十個防暴警 去撕連龍牆的紙 昨天 鄧炳強 那張照片被人貼在地上 他竟然派了防暴警 去跪在地上 給他撕了那張紙去 這些應該是食環署的工作 食環署外判工的工作 高主教 有幾個學生 上學校和平 派傳單 他派幾十個警務人員 上去圍捕他們 很多學校 一些穿著下服的小女兒 小女兒 拖手 派傳單 他派警務人員去威嚇他們 那些警務人員 就去了這裏 另外 警務處長 恥口否認警察犯法 這個我覺得很羞恥 現在很多根本 大家明眼人都看到證據確鑿 簡單地說 在2019年12月9日 一名休班警員 帶被一支伸束警棍入機場 準備離境的時候 警務處警員將他放生 但是告訴你 在當日的之前和之後 相同地有人是帶伸束警棍 在機場那裏 是被他拘捕了 起訴了 在2017年的時候 有個年輕人 讀完書第一天上班 不小心帶伸束警棍去機場 你們警察堅持要起訴他 最後他們是 要守行為 在昨日 即是今天的蘋果日報的報導 昨日也有一位 機場工作人員 不小心帶伸束警棍 也都是被稱了上法庭 是需要守行為 你們這麼執法的不公 你叫香港市民 如何可以 可以信服 問題有沒有問題 麻煩我片段那個警察 警察拿電單 就是撞人 這個不是暴徒 這個很明顯看來 就是一個企圖謀殺 起碼要逮捕 要起訴 這樣撞去人 不是暴徒 第二 為什麼這個人 可以已經復職 繼續納出納稅人的糧 其他表達意見的老師 社工 其他的市民 學生 會被你們追究 公務員會被你們停職 如果你說他不是企圖謀殺 他是不是失控 為什麼警隊會容忍一個失控的人 在這裡 繼續留在這個警隊裡面 好 麻煩 沒有 我還沒說完我想說的 我同意香港是要盡快 平息這個紛爭 要重新起步 但是解決問題 是要由源頭去作手的 現在最首要的工作就是要 制止警察的暴力 將黑警承之於法 年月以來無數的證據顯示 警方是執法不公 濫用暴力的程度是嚴重 甚至是達到瘋狂的程度 警員是胡亂使用催淚彈 驅散和平的示威者 正如612事件裡面 在和平的示威區 人家已經拿了合法的不反對通知書 你竟然找警員前後包測 在中間釘催淚彈 讓成差不多人踩人的慘劇 為什麼市民會上街 6月9號 100萬市民上街 是和平示威 就是因為你們612事件 警方濫用暴力 然後警方出來包庇這幫黑警 所以導致6月16號 200萬人上街 這個就是社會紛爭的根源 你們831在地鐵車廂內 無差別毆打市民 用電單車撞向人群 瘋狂毆打已經被制服的人 用警棍把他們打到頭破血流 這些很多片段都證明了 一個女記者的眼 你們用槍打爆了 女教會員的眼 用槍打爆了 一個拔稅教師的眼 你把他打到幾乎盲 加上臉盒骨裂碎 也都是瘋狂去拘捕 起訴市民 警隊罪惡滿刑 可惜現在警務處長 今時今日仍然繼續縱容 包庇這幫害群之馬 沒有一個警方被起訴落案 現在民怨沸騰 市民不能夠平息怒火 不分寒暑地上街抗議 這個就是示威市民的最基本的因由 也是香港警察蒙羞 淪為過街老鼠的原因 大家知道刑事罪行是沒有起訴的限期的 民意不可擋 今天包庇縱容黑警的人 始終有一天會下台 獨立調查委員會始終會成立 審判日始終會到來 我奉勸香港警察立即放下屠刀 立地成罰 同一時間 制止警察濫權濫捕 還香港市民一個公道 讓香港可以重新起步 如果是處長是無法清除這幫害群之馬 請你立即解散警隊 重組警隊 我見浩員時間四分鐘夠了 都給處長回應兩句 麻煩處長 多謝主席的公義給我說 首先對於我們警方的整體性的指控 我是不同意的 楊議員好像是一位律師 你應該知道 我們的同事拿著警棍 由於他是有沒有合理的原因 拿著警棍 而決定告予不告 另外就是拿著不反對通知書 不代表你任意可以在這個活動裏面 扔氣油彈、扔煙霧彈、打人、扔磚 總之你犯法 就算有不反對通知書 我們都要執法的 至於剛才你提到831無差 我剛才都說過 並不同意的 我們警務人員 進去就是抓這個暴徒 多謝 好 麻煩處長 好了 十四位同事問了 到我問了 剛才處長答我們 你抓了七千多人 但我想問一問 有兩個問題 我作為女士是非常關注的 在警署裏面有警員強姦被捕的女士 請問 請問 處長有幾多鐘 還有 我們現在聽聞很多 被送去大陸的 可能你們抓了的人 被送去大陸的人 有幾多人 還有被自殺 很多時候每天都會見得到的 有幾多人 請警署答這三個數字 請在職的人士 請你縮靜 處長麻煩 多謝 那主席 我都很擔憂的 我剛才所說的那些 的留言假消息 全部你都說出來 包括警署強姦 到目前為止 是有一位女士 就是曾經作出這樣的指控 我們現在調查院 就正循一個是 誤導警務人員 或者被搞的方向去調查的 另外 這個送的 這個 示威人士回大陸 就更加 就是無歧視 和一個無稽之談 還有被自殺 這個我都不知如何說起 這個只不過很多人 是說跳樓 逢是跳樓的人 逢是海邊找到浮屍 都說警察殺的 這個只不過一個 是完全沒有真聞實據 是煽動受警 一些的指控的 多謝 好 我問多一條 現在在警隊裏面 林鄭經常都說 她有三萬人 三萬人裏面 有幾多的警察 是來自中國大陸的 所謂的 甚至公安 民警 或者是中國大陸的人 進來做警察 主席 我們每一位警務人員 都是經過我們 正式招聘的程序 正式的訓練 是招聘出來的 謝謝 謝謝 今天現在時間四點四個字 謝謝秘書 現在時間四點四個字 我們這個議程第六項 警務處長與中西區區議員的會面 到這裏我收到一個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就是譴責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監管不力 縱容警員濫捕 濫權濫捕 並不斷方稱市民受假新聞影響 漠視事實指陸為馬 抹黑包破示威者記者議員在內的香港市民 並放任警察違反法律破壞法治精神 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馬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調查包括警務處長監管不力 警察暴力及濫捕行為 並要求政府解固縱容警察 侮辱香港市民的鄧炳強處長 還中西區市民公道 這一個就是葉錦龍的動議人和禍議人 主席對這個動議我先離開 我沒有分析 主席我想問到一個問題 主席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主席我想問一問 常規問題 這個的 處理動議 這個動議是關處長事的 這個動議 主席我想代表 這個是政府立場 我們都不留意 這個未必是事實的 議員有權提動議 政府同事都要離開 不好意思 我們議員有權提動議 請再再人立即離開 主席這個議程未同建 為何處長這麼快離開 處長無恥 我們處理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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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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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現場的人離開 現場立即離開 吵的人立即離開 我們要處理動議 吵的人立即離開 處理立即離開 現場吵人立即離開 我們處理動議 我們按據剛才的常規 我們現場是可以接受臨時動議的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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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我們現在就去等下署長 大家可能剛才都聽到署長在過去一個鐘頭多的答問 很夠 嘩 嘩 抱歉 沒事 沒事 對不起 不好意思 給點位置給我先 好 好 小心 小心 謝謝 謝謝 好 如果有些是 譬如CAMMAN在這裡 如果有多電視 他們沒有輸在這裡 出去一天可能有其他人想進來 譬如你的台已經有 有人在這裡 已經有Cover到的 變成出在外面等 因為待會有其他記者想進來 大家分享一些空間給大家 謝謝 插櫃 看來整潔了其他 還有人還未放咪 會立民會立出 方向無論如何 50 等著 494 喂 喂 不好意思 你遮掩我 你可不可以放在第二次 因為我實在甚麼都看不到 喂 有沒有處長 這裡是寫的 這裏不是你來的 請你去回民主的問題 你不是 這裏不是你民主的問題 你出回 這裏不是來問問題 出位 剛才議員 吳少倫想問問題 是給警方 但是 向她指出 這裏不是他問題 這個場合是 不是他問問題 沒有人還要把 嗎 有 有 有 警方人員 會否再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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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那裏 如果你繼續阻擋 全部的朋友 沒辦法做到那個 我慢慢離開 謝謝 請問 市民選擇出來就是問這些問題, 我要問他下次會不會派警務人員出現, 現在高宋邦就說那一位議員就放棄, 不然... 麻煩吞了少許, 有機器先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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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陣子沒有準備koaine, 是否 glue你能聽到, 有機器先等到你, 是不是工人員由鰭系統? 有機器先等女 tiens Absoluteículo5個案 Dmons Naućículos的,"Dannyitauxの", 有一陣子用 攝影師 fram、 觀光樹莉梯大家 主席記者不會在那裏 主席記者只是會在那裏 剛才建制派那裏有過這裏 會的傳媒的回答 我可以在那裏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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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記者等一會 因為有人阻礙了記者的時間 因為這是給專業記者採訪的機會來的 而不是被人示威的 但是有人阻礙著 所以暫時未可以進行這個記者會 好嗎 我只是等候 你回去坐一會 我不是議員 我也是市民 我都成功很多議員 你會在那裏等候 你為什麼會在那裏等候 你都不想去坐下 你都不想去坐下 我可以坐下 這個後面可以嗎 那後面可以嗎 那後面可以 那後面可以 我可以坐下 我先坐下 我未來 你一刻無力的 會 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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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著或者 你會現在 你恃好 我會導致 empathy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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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試麥克風 有沒有一些未亂上的一些 好嗎 試麥克風 一二三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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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ędzy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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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 今天我作為警隊的紅首長 是來到中心區區議會出席的會議 作為警隊的紅首長其實我有責任 在每一屆區議會的職員人裡面 都去十二個區議會的職員去一致 我也都是爭取能夠做到一樣的 今天作為第一次我就去到中心區區議會 其實我來到這個區議會的目的 就是希望在議會裡面 就著一些大家關心的問題 譬如一些政策問題或其他問題 是作出一些改革的 很可惜今天我見大部分的議員 都是一些情緒式的發洩 都並不是萬一是實質的問題 我在這方面感到一些些遺憾 但是始終我也有機會 可以就著一些謀言去解釋 對於會議上面有很多的發言 對於一些是基於一些錯誤的消息 或者一些甚至不少的消息 例如我們警察有勤奸人 又或者是我們將一些示威人士 又載回到地 甚至我們警察其實是公安人類的警察 對於這些指控在議員裡面 都是相信這些比較木稽的說法 我感到是無奈和擔憂的 我亦都想用這個機會講講 我們在過去那兩天 是拘捕了一些爆炸品的 其實在過往那個機會裡面 我們總共是科學科 美國是一些爆炸品 和一些他們是槍嚇的 對於過往那兩天 我們找到一些用鐵通造成一些炸彈 我們感到非常擔憂的 正如港澳局長所講 在這些有可能的本土恐怖主義的情況 我們是不能受到驚訝 所以我們警隊內部也都會相信 將我們那個預備能力是提高的 這個包括加強我們那個情報搜集 加強我們一些就最重要的循酪 加強向市民教導回議事實的處理的情況 但是我們整體那個反恐怖的級別 都仍然是中毒的 多謝各位聽說 最後我想問一下 是否究竟引入電槍 想問是否引入電槍 如果引入電槍是甚麼程度的武力 如果引入火要訓練多久才會成績 即是投投去用 其實我們警隊一直都是就著我們很多方面 包括我們的器材、武器、戰術方面 一路是做出一些影響的 我們就在假設一些新的合適的武器 可不可以 我們首先第一樣一定是要安全的 第二樣也是能夠協助到我們增加效率的 還有我們也都希望找到一些武器 可以替代開真槍 就是說我們有一些武器 原底是要開真槍的 大約能夠找到一些武器 是不用開真槍替代了 同意將整體那個武力的使用是加低的 這個對於一些人次 就誤解我們提升武力 這個可以澄清是在作用的 我們其實是透過想找一些新型的武器 而替代了必要時一定要開槍 我不用開槍了 有其中多個選擇的政黨底下 作為整體來再希望它砍低武力的成績 是否現在已經在研究中 還有多少人會有 還有那個殺傷力有沒有研究過 另外就是剛才你說過強姦的 你剛才在會裏面就有講到 現在這宗案件 這個誤導警方去調查 現在是哪一方面是誤導的 還有那個假口供在哪一方面呢 就著你第一個問題 我都說我們現在在研究不同的一些武器 現在都是一個研究的階段 第二個就是你提到那個案件 其實之前我們記者招待會 都曾經提到的案件 就是作出的指控 跟我們在錄影帶看到 是完全是不對的 是完全是假的 是錯誤的 基於這個我們作出的調查 然後,現在呢 明天國會議員 是警察 非常有關的 警察 新疆軍 現在可以提到 警察,您要從此提到 警察 新疆軍 旅行不知 警察 正確的 局勢 警察 新疆軍 警察 新疆軍 警察 新疆軍 警察 警察 新疆軍 警察 新疆軍 有關於其他事要 神疆的 尊重 警察 外貌 剿守 營 新疆軍 發展機構內齡行為什麼呢 我們想知道 安全 되게確實 bem odpowied 不是 保障的 結果 也是 反正是不是 就所謂 法定人數不足 法定人數不足 給我 報告 你還要掌握612 再次十分沒有溝通 7億都質疑你們警方部署 你們怎樣看這份IPCC的報告 另一方面 大家留意到 有個攝影師 復勤 你們的首領 無限制地在你的pc那裏 去查被捕者的手機 其實你怎樣看這件事呢 首先有關IPCC報告 我們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機會看到IPCC報告 報紙的轉載也不知道是對還是錯的 對於一些不知道是對還是錯的事 我們就不能夠去評論了 蘇里哥問題 入品手令 有關於手令的問題 其實這就是基於較早時間 有一個案件 就是我們警方以往 根據警隊條例 搜查了電話之後 就會用我們一些工具 開來看裡面的內容 從而獲取證據 但是之前的法律意見 法庭指引就說 我們要拿法庭手令 才可以用我們的工具 去開啟這些電話 從而拿我們應該拿的一些證據 我們過往正正根據法庭指引 就用一個法庭手令的方式 就是去拿取裡面一些資料 今次也有一個司法覆核 就著我們這個做法司法式黨 由於司法覆核在進行中 我都不方便說太多了 昨晚會過去半年 你又有多少錢 你又有多少手法 你又有多少錢 這個項目是整體補上 之後再美空間 有沒有松子 主席 是唱た Ravenotto 我們想問他在過去半年有多少宗анный宗 你認為這是公司炒人士嗎 但是你完全開面了 他已經有多少 全開了 他已經直接回答 這個ent afterlife甚麼宗教 劉勤決定開期 正式 cortic refr 也必會 我想問如果宗 substantive tud 警務署長鄧炳強快來開 主席 鄧炳強今天就在出席的區議會裏面回答主席鄭惠琼的提問的時候 透露了可能會從誤導警務人員或者提供假資料的方向處理這件案件 但剛才鄧炳強應該沒有說到現階段是不是已經拘捕了那名女子 另外也有行家問到一些電槍的問題 其實鄧炳強的答覆跟之前的說法都是類似 其實是說到電槍的使用就是在警槍之下、警棍之上的 但如果大家不適忘的話都記得行動部局警司王威順說過 警槍是警員的生命來的 大家也看到所有在前線執勤的警員都有配槍 究竟擁有電槍和電槍的使用 是不是真的能夠減低警員使用他們配槍的機會呢 但是警方就沒有進一步說清楚 我們在民政署的直播就暫過來段落 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新聞現場會帶大家去 多謝大家支持項廣國新聞,再見 再见